第三百八十一张吐气扬眉,雷征的话太恶毒了,修炼者几乎不说什么粗话,可雷征呢,什么老屁眼,什么老白脸都出来了,这简直比用刀枪砍人还狠,立上你的臭嘴,赤血风看着雷鸣宗方向怒好了一声,我就说了,你能把我怎么着,几百岁的老屁眼还不让人说,如果我是你,直接撒泼尿把自己淹死,不出来丢这个人,夜伤,替兄弟我弄死他。 雷征再次大喊了一声,夜伤没转身,只是左手朝着身边一身,敲起了拇指。老王八,一会你就知道骂我的后果。雷征再次侮入了赤血风一句,然后坐下了,真是不够你丢人的。雷军看了雷征一眼说道,这没什么,真性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虽然话语粗了一点,但也是实话。 雷九云开口说道,雷台上夜伤和赤血风对视着,杀了星云门三个弟子,夜伤只是活动开了筋骨,没什么消耗,不过他对赤血风没有轻视。赤血风活了几百岁,不说天资如何,战斗经验和战斗技巧一定很强的,几百年做一件事,不是笨蛋怎么也会熟能熟能生巧。 两人对视了一阵,接着就开始对轰了。战斗起来,夜伤发现这赤血风是真强,真气比自己雄厚,能量发力技巧也有两种,一种是跟雷暴一样的爆裂镜,另外是一种回旋镜,而且两种能量发力技巧能快速转换,爆裂镜施展过后就是回旋镜缠绕在战刀上防守。 不过赤血风一点上风站不到,夜伤真气灌注到轮回枪内,三种能量发力技巧不断转换还是将赤血风压制的后退。 将赤血风压制后,夜伤万道宝点的能量也跟随爆发,真气和万道宝点能量交替初级,能量发力技巧持续着快速切换。 跟赤血风的爆裂镜对碰,夜伤就用相对绵合的波浪进去克制,然后施展相对攻击性强的震荡金和螺旋进去攻击。 夜伤身躯内的两种能量交替,比赤血风只使用真气凶猛多了,将赤血风压制的死死的。 赤血风见到这种情况,顿时明白这么战斗不行,他感觉到了夜伤是两股能量,这么战斗下去,先消耗大的一定是他。 心一横,赤血风右手的长剑一挥,朝着夜伤轮回枪横切外推,接着身子前进,左手一拳朝着夜伤拍去。 夜伤轮回枪适合远距离战斗,他就要进行近身战。 夜伤这边也巴不得近战,在赤血风出拳的时候,夜伤左手抬起来,直接施展出了灭元手就拍了出去。 这个倒霉催的,还敢跟夜伤玩近战,真是嫌自己死得慢,近战的夜伤,那就是人形兵器。 男生开口说道,就在男生说话的时候,夜伤手上出现了直径两尺的能量漩涡,拍在了还在诧异中的赤血风左手上。 一声暴响,接着是血肉横飞,赤血风的一只手臂不见了,直接被炸成了碎肉。 施展完灭元手的夜伤,左手迅速变招,施展出旋御手直接扣住了欲要退走的赤血风的右臂,不理会赤血风撞向自己腹部的膝盖。 万道宝点能量护身后,右手的轮回枪快速移化,直接将赤血风右臂也齐根斩断。 砰,赤血风的一膝盖撞在夜伤的腹部,发出了一声温响,夜伤的身子摇晃了一下,随后身子一探,一拳直接轰在赤血风的咽喉。 随后夜伤轮回枪朝着天空一指,天空中落下来的储物戒指,就落在了枪尖上。 这是赤血风左手上戴着的储物戒指,刚才被炸飞现在才落下来。 夜伤若无旁人地将储物戒指收了起来,接着对着雷鸣宗雷针所在的位置伸出拇指。 随后夜伤摇晃了一下脖子,抖了一下衣袍下摆的赤血风左臂炸碎产生的碎肉,夜伤转身看向了星云门方向。 今天我来了兴致,接下来谁要站,不用一个个上台,一起上吧。 看看今天是我夜伤杀你们。 还是我夜伤倒下。 夜伤轮回枪一斩,冷声说道,这家伙简直疯魔了,这是要一人挑一群的节奏吗? 南黎月看着雷台上的夜伤,自言自语着。 在异度空间他能跃及杀翅云宗一群人,说明他是擅长群战的。 南子隐开口说道,夜伤的话不只是让南斗门这边震动,其他几大宗门都是一样,不去说实力如何,就这气魄,就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青云门这边没有回话,他们四街弟子都夜伤震住了,门内四街最强的赵无忌,赵天明和赵天飞都死了,他们哪里敢轻易地出战? 十三,可以了,回来吧,柳杨宇开口说道,夜伤轮回枪一个回旋,背到了后背,接着对着各大宗门的区域拱拱手,然后朝着耀鼓席位走去。 夜伤没走一步,脚下都传来啪啪的声音,那是战靴被血浸泡了的声音。 迎接夜伤的是药鼓全部弟子站立起身,伴随着的是雷鸣般的掌声。 什么是扬眉吐气,这就是扬眉吐气,连续斩杀,杀得对手不敢吭声。 什么是霸气无边,夜伤做了最完美的权势,那就是我一个人,可以杀你们一群,而你们不敢出来。 夜伤走到无起身前,将几个储物戒指都丢过去了。 二师兄,看着给我其他师兄分了。 另外在大长老的示意下,有药谷的弟子在主位的旁边加了一把椅子。 要知道主位人区域,只有太上长老,谷主和副谷主以及长老有席位。 十三,好样的,在夜伤身边不远处,楚灵骁对着夜伤挥挥手。 夜伤笑着点点头,看着夜伤的笑容,楚灵骁愣了一下,夜伤的笑容很淳朴, 跟在雷台上的那个夜伤,完全联系不到一起去。 如果不是夜伤那一身燃血的战衣,他跟山里淳朴的少年没区别。 夜伤下台就没人上场了,刚才的战斗震撼力太强,谁再上去做什么,丢人现眼。 随后庆祝大典,就结束了。 庆祝大典一结束,侯剑,后清洁和雷宝兄弟都过来了。 霸气,没什么说的,以后我再也不和你切磋了。 侯剑笑着说道,兄弟,我也不说什么了,你弄死那的老屁眼我高兴得不得了。 雷征笑着说道,粗俗,南黎月和南斗门几个弟子也过来了。 第382章组团去吵,粗俗吗?难道你不觉得那家伙,几百岁了还跟我们一样混在四街装大哥,很恶心吗? 雷征开口说道,确实很恶心,叶商,重新认识一下我叫南黎月,以前对你有些得罪,请不要见怪。 南黎月开口说道,严重了,什么得罪我怎么不知道,来到药谷就是朋友。 叶商开口说道,呵呵,说得好,侯剑你学学人家的大气。 南黎月将苗头又对准了侯剑,你就当我不在吧,侯剑很无语地说道,随后一行人,一起到了竹林峰,酒师姐出语,帮我招待一下他们,我去洗个澡。 叶商驾驭着天雨,在竹林峰不远处的溪水里,洗了一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袍。 叶商回来的时候,一群人正在喝茶,不过南黎月和侯剑不是很对付,南黎月一脚踩着凳子,一手拍着桌子, 跟侯剑理论着什么?说什么呢?这么有激情,叶商坐下了问道,这个混蛋上次抢了我一块矿石,这是他就是不认理亏,侯剑你记着,我要是先进入道五街,我就是追到圣光教也要收拾你。 南黎月瞪着侯剑说道,南黎月,我们一起做过不少任务吧,虽然有竞争,但有危险,我哪次不是顶在前边,哪次让你受过伤? 侯剑哭笑不得地说道,都是年轻人,有些时候交情是打出来的,这里的人,雷豹和我拼过,雷征也和我拼过,我还差一点死在侯剑手里,不牵扯到大仇恨,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叶商笑着说道,听听,人家的度量,侯剑你还差一点。 南黎月开口说道,侯剑低头不说话了,他目前说什么也没用,在不讲理的南黎月面前,怎么搞都是吃憋。 厨树,我再是思考一个问题,有他在,我们还有出头的日子吗? 侯清洁指着叶商说道,呵呵,这个你们不用担心,等我修为再提升提升,就会离开东悬域去外边闯荡。 叶商也没瞒着几人,直接说了自己的想法。 你打算出去闯,这好啊,到时候喊着我,在东悬域耍窝里横没什么意思,我也有着出去闯闯的想法。 侯剑开口说道,那这事必须有我一个,雷豹开口说道,那我也没什么说的,你们都不在东悬域混,那我自己留在东悬域也没什么意思,什么时候出发喊一声。 南黎月开口说道,组团出去,这是想想就美,到时候咱们给东悬域也打出名气来,每当宗门前辈说起我们东悬域是九域中最弱的,我心里就堵得慌。 雷征开口说道,那我考虑一下,叶商开口说道,十三,你今天很威猛,不过也将新云门彻底得罪了。 杨磊开口说道,得罪就得罪,他们还能怎么样,他们和赤云宗是盟友,要鼓和我们南斗门不也是盟友吗,要打就打呗。 南黎月满不在乎地说道,就是,我们执法长老不也是说了,只要有事喊一声就行。 雷豹开口说道,那就多谢了,在这里有地方休息,我在丹顶城也有别院,你们就多玩一些时候再回去。 叶商开口做出了邀请,雷豹和雷征就不说了,侯健和后清洁也很好交流,另外这南黎月也是心性坦然。 那当然,我们要去紫微风,他们两个能勾搭上,我和我鼠也能。 后清洁开口说道,一群不要脸的,男生你们回去跟长老说一声,我在要鼓玩一段时间,叶商你这里逐楼够用,给我安排一间。 南黎月对着男生等人说道,杨磊这边就给南黎月安排了住处。 叶商还真是好眼光,不只是战斗力强,别的方面也高人一筹。 感谢完杨磊安排的住处后,南黎月笑着说道, 呵呵,在这里玩得开心点,有什么需要就喊我。 杨磊笑笑说道,在叶商和雷豹等人聊天的时候,要鼓高层安排好客人之后,都在大殿内沟通着,也可以说是一个小会议。 谷主,十三的问题,我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但也要将他按到谷主的继承人位置上去。 陆陈云开口说道,是的,他现在没到四阶巅峰,已经可以横扫四阶,将来的发展空间很大,他现在是我们要鼓的招牌。 另外一个长老开口说道,本作书两句,叶商的志向远大,不再要鼓这一区域,我们限制他,只会适得其反,就让他随着自己的心意去发展吧。 他的成就,其实就是要要鼓的成就,所以你们就不要纠结,没有什么意义。 华云鹏开口说道,把他的待遇要改一下,天榜的争夺也不用他去抢了,谁会跟他战斗? 以前他就是天级弟子,现在改也不好改。 大长老想了一下说道,叶商不在意这些,他是本作的弟子,本作了解他,他心中在意的是情感,不是什么物资,如果他在意,传送这和经验店这两样,就可以跟宗门换任何资源。 柳杨宇开口说道,这个是暂时这样,等他进入五阶再说吧,另外多关注一下新云门和赤云宗的动态。 华云鹏开口说道,接下来几天,叶商晚上修炼,白天就陪着侯健,雷豹和南黎月等人在要鼓游玩。 半个月后几人都走了,叶商这边才安静了下来。 跟杨磊和司空出狱打了一个招呼,叶商就到丹顶崖修炼了,他想要将修为快速地提升到分神巅峰。 这一次叶商爬到了丹顶崖的6900米的平台修炼,这是很多五阶后期药股成员都到不了的位置。 分神街在丹顶崖的记录是6300米,五阶的记录还没到天梯。 正常来说,五阶修炼者能到7000米就很不错了。 待在6900米的平台,叶商捧着冰淋血精就开始了修炼。 时间一点点溜走,叶商的修为在稳步地提升,真气修炼得稍微慢一些,分神九级到分神巅峰需要的能量太多,倒是万道宝典提升得很迅速,已经进入到归异境中期。 叶商还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之力提升得也很快。 第383章黑暗生物,这一修炼,叶商就在丹顶崖待了一个月。 经过一个月的修炼,他的真气修为已经到了分神九级巅峰。 万道宝典的修为也在冰淋血精的支撑下到了归异境五级巅峰。 看着手里已经变成惨白色的冰淋血精,叶商站起身来,打算结束自己的修炼。 虽然到了分神巅峰,但叶商感觉真气修为还没圆满,还能继续凝炼,现在是真气数量饱和,但是品质和圆润度不够。 这不是着急的事情,是要慢慢地沉淀,只有完全圆满了才能进阶。 这就是瓶颈,四阶巅峰修炼者不少,但都卡在这里不能进入五阶。 不能将修为凝炼到极致,不将真气打磨到圆润,是无法跨越这个瓶颈的。 至于叶商万道宝典的修炼,有着冰淋血精支撑,在哪里修炼都一样。 随后叶商就朝着丹顶峰七千米平台开始冲击,随着修为的提升,叶商的实力增加了很多,虽然艰难,他还是站到了七千米的平台上。 站在七千米的平台,朝着上边看去,叶商看到了只有两百米的攀爬距离,其余的地方雾气萌萌,无法看穿。 在七千米的平台叶商喝了一坛酒,接着下了丹顶崖。 在丹顶崖下,叶商对着徐长老拱拱手,分神九级巅峰,你不要轻易地去研究进阶,多稳稳,这一关很重要。 徐长老开口说道,弟子明白,多谢徐长老关心,叶商现身说道,比攀爬高度到多少了,徐长老开口问道,七千米,不过难度很大,没什么事弟子就先回去了。 叶商对着徐长老拱拱手,就朝着竹林峰走去,一边走一边看风景,叶商半个时辰才回到竹林峰。 不错,接下来就是稳固修为,叶商你一定要谨慎,修炼着有几个关卡,巨猿进入宁丹南,分神进入问虚南,所以等有把握了,再去碰这个瓶颈。 看到叶商回来,杨磊开口说道,叶商点点头,他现在感觉到了自己的欠缺,虽然能强行突破,但后果会很严重。 接下来的日子,叶商一晚就凝练真气,同时修炼万道宝典,以及试着激发自己的天赋能量点。 上午就是修炼一下枪法,研究能量发力技巧,下午陪着天宇和银湖玩耍,陪着两女看看风景。 这样的日子叶商过了半个月,董执法来到了竹林峰,是吴起带着来的。 董执法来了,那一定是有事,叶商给董执法倒了一杯茶说道,是有人要见你,具体是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董执法他接待的都是天极缺的外部人员,真正到黑色关注,他就没什么许可权了。 叶商知道是天极缺的高层要找自己,先送走了董执法后,和司空出雨,杨磊收拾了一下,到了泰玄殿跟吴起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就到了丹顶峰。 叶商打算跟柳杨宇说一声,不过他们没有见到柳杨宇,因为进入尊者境的柳杨宇也要提升修为。 驾驭着飞行妖兽,三人到了城主府,随后叶商就来到了天极缺。 在天极缺的雅间内,叶商看见银雪。 银雪大人,叶商对着银雪拱拱手,你又发威了,了不起,银雪笑着指了指自己对面的椅子,银雪大人别取笑我了,应该有什么事吧? 叶商坐下了问道,是的,这次的事比较特殊,也比较严重,所以来找你,还有另外几个人行动。 银雪开口说道,怎么回事? 叶商开口问道,随后银雪说了具体情况,是东悬域玉界海上出现了问题。 九域十八周,实际就是无边海域上的九块大陆,每块大陆又因为裂痕分成两周。 这次出现的问题,是在东悬域和北海域间隔的区域,玉界海上经常出现带有死亡和黑暗气息的妖兽,根源在哪里还没发现,这是大事,因为有这样的灾难发生过。 在三千年之前,就有黑暗妖兽和黑暗修炼者进入九域十八周,差一点让三元域沦陷。 修炼者普通平民死亡无数,最后是九域十八周高级修炼者全部出动,才将黑暗妖兽和修炼者剿灭。 现在出现这样的事情,东悬域格外在乎,所以打算派遣几支冒险小队,去探查一下。 东悬城城主府那边有安排,天极缺也要有安排。 看来事情很严重,夜商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是的,玉界海队尊者问须之下影响不大, 但是尊者和问须静进去就麻烦,玉界海内有着规则之力,规则之力会压制尊者神势,会让尊者根基毁掉。 银雪给夜商介绍着,我明白了,什么时候出发,我到哪里领命? 夜商开口问道,直接去东悬城,还有一些人要集合。 银雪开口说道,那行,我准备一下就出发。 夜商站起身说道,另外这次天极缺需要召集一些黑色关注成员。 还有巡查,任务危险度有点高,就不召集你两个未婚妻了,你回去跟他们说一声,然后来找本座,我们一起去东悬城。 银雪开口说道,我明白了,多谢大人。 夜商问了一下后,他都忘记了杨磊和司空出语是天极缺巡查的事。 杨磊的巡查审核过了有一段时间了,在柳阳与尊者大会之前,懂执法就送来了权杖。 回到了城主府,夜商就和杨磊,司空出语说了这件事。 黑暗妖兽,黑暗修炼者,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司空出语脸色变了,你们不用担心,又不是我一个人去。 夜商开口说道,这很危险,三千年的那场灾难在很多史书上都有记载,太惨了。 司空出语开口说道,没事,也许没那么严重,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夜商开口说道,随后夜商就跟两女告别,来到了天极缺找到尹雪。 尹雪带着夜商坐着传送镇就到了东玄城。 这样吧,你去宅子休息一阵,本座去接其他人,晚上我们到你的宅子见面。 尹雪对着夜商开口说道,随后夜商驾驭着天宇,回到了清新小柱等候。 夜商知道来的人大概都有谁,猴剑和雷暴是一定在其中的。 第384章规则攻击,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东玄城格外的美丽,就像是睡美人拉开了他的面纱。 喝了一杯茶,夜商出了宅子,在门口的街道溜达着。 夜商刚溜达到街口,就看见了雷火,后援和尹雪带着猴剑,南黎月,雷暴,雷征来了。 夜商将几人带进了宅子内,也没喊下人,他自己亲自泡茶招待。 你们五人都认识,本座就将你们集合到一起。 说说接下来的是,这次我们天极缺派出两队人马。 首先是征求你们的意见,如果你们觉得合适,就你们五人一对。 如果觉得不行,就将你们和其他巡查打散,重新编队。 不过你们要知道一点,这次去的人都是五阶之下,即便是老巡查也跟你们修为差不多。 雷火开口说道,大人,我们兄弟没意见,我们跟夜商一对。 雷暴开口说道,大人,我也没问题,我们熟悉,所以大家也能有个照应。 雷暴也说出了自己的态度,我也没问题,蓝黎月也点点头,那就行,队长就是夜商了,你们有意见吗? 雷火开口问道,雷暴等人都没意见,他们对夜商都认可。 那就这么定了,你们当中夜商年纪最小,但他一年半的时间,就靠疯狂做任务,将自己在天极缺的权杖提升到黄金级。 本座看过他做任务经历,被局面把控得很到位,有时候是稍微激进了点,雷暴,南黎月你们多提醒他一下。 雷火开口说道,雷暴四人都起身领命,雷长老,给他们说说详细情况,然后让他们休息,随时等候命令,夜商你跟本座走。 雷火站起身说道,夜商对着雷暴几人点点头,在我这里,你们不用客气,有什么需要就去前院喊一声。 随后在雷火的带领下,夜商再次来到了武林飞修炼的高山。 大人,夜商带道,雷火攻身说道,好,那你先回去,武林飞点点头,那属下就先回去,雷火再次对着武林飞欠欠身,然后转身离开。 夜商,你修为提升得很快,身躯强度和蕴含的能量都可以,不过进入问虚境的是不能着急,什么时候真气凝实到不能再凝实,圆润道极致再再去进阶。 武林飞开口说道,晚辈明白,夜商点点头,记住了,遇见还是很危险的地方,如果出现什么不能解决的危险,就激发本座送你的灵魂宝珠。 另外这个你拿着,如果有紧急情况就用旋遇灵气激发,虽然发挥不出最大功效,但也能维持自保。 武林飞丢给一个银色的手环,这是什么?夜商开口问道,本座的护身灵气乾坤灼,里边有本座留下的真气,你用旋遇灵气激发,能量同源还是会有些效果的。 武林飞开口说道,这不合适,前辈是东旋遇的顶尖站立,要时刻保持巅峰状态,所以这灵气晚辈不能拿。 夜商拿着乾坤灼,又朝着武林飞递还过去。 拿着,本座没有灵气,也不拒任何人,本座修炼成了玄玉身之后,身躯就是灵宝,你也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好了,回去吧。 武林飞开口说道,武林飞这么说了之后,夜商就没有再拒绝,对着武林飞欠欠身后,就驾驭着天羽离开了。 回到清新小住,夜商发现了令他很无语的一面,侯见四人一人面前一只烧鸡,一人面前一坛酒,正话全呢。 你们也真是牛得不行,夜商坐下了说道,人生得一须尽欢,该喝就得喝,为什么不喝? 你也坐下一起来,南黎月对着夜商摆摆手,没办法,夜商只能坐下陪着几人疯。 喝完酒,夜商就给几人安排了住处,随后自己跟在前院修炼的宁清风聊了几句才去休息。 待了两天,雷火就来了,吩咐五人戴上面具出发。 拿出面具,几人的面具档次就分出来了。 雷征是黑色的面具,上边戴着铜色花纹,侯见南黎月和雷抱的是青铜色的,夜商则是银色带着火燕纹的。 雷火带着几人,离开了东悬城,是坐着传送镇离开的。 坐了一次传送镇,几人来到了一个特殊的城池。 这里是临海城,是我们东悬域的门面,是防守城池,是隶属东悬城管辖,城外百里就是玉界海。 雷火还开口给几人介绍着,我们就是从这里出去探查吗? 南黎月问道,是的,目前出现的黑暗生物都是顺着玉界海漂浮过来的,具体的起源地在哪里不知道,所以你们要去探查。 另外一个城池是江海城,有其他人去。 雷火开口说道,雷火带着几人到了临海城天极区的分部,在天极区的仓库,夜商等人看到几艘银白色的舰船。 这是出海用的舰船,夜商你们带两艘,一艘使用,一艘备用。 雷火说完,在仓库工作人员手里拿过了两个手环,随意的挥手就收起了两艘舰船,接着将手环递给了夜商。 接着雷火挥手,能量包裹无人就到了玉界海边缘。 玉界海是无边海域中的一部分,是九域连接区域的海域。 海上波涛七复,都是黑色波浪,在海域上空是黑色能量云。 玉界海对尊者和问需尽有影响,海域波纹和天空能量交汇后,强烈的波动会侵袭神海。 所以你们在玉界海之内,不能进入五阶。 雷火对着几人强调着,在雷火的指引下,夜商将白色的舰艇放了出来,放到了玉界海内,接着夜商闪身就落到了海中舰艇上。 刚落到舰船上,夜商就感觉到了不对,天空和海中有莫名的攻击进入他神海,顿时头疼欲裂的感觉就出现了。 夜商双手抱着头,身躯内的所有能量爆发,抵挡着攻击的能量入侵。 能量和全面爆发,让夜商的头发根根捣竖起来,不过还是顶不住天空和海域中的莫名攻击。 就在这时候,夜商丹田内的虚无天命诸动了,快速地旋转起来,接着跟瞬移一样出现在夜商的神海,随后散发着能量将夜商的头部护住,这才让夜商安稳下来。 在夜商安稳下来的瞬间,雷火也用能量将夜商包裹住,拉到了岸边。 第385章发现目标,夜商你怎么了?雷火有些紧张地问道,他知道刚才的问题很严重,如果夜商出问题,他都无法跟武林飞交代。 刚才有能量攻击我神海,不过问题不大,夜商开口说道,什么,你开辟了神海?雷火有些紧张地看着夜商,已经开辟了。 刚才就是有莫名的能量入侵神海,不过问题不大。 夜商开口问道,你别反抗,本座探查一下,雷火开口说道,夜商点点头,就闭上眼睛了,他觉得雷火不会伤害他。 啊,真要命,什么玩意儿?雷火咒骂了一声,邓邓邓连续后退了几步,伸手揉着脑门,脸色有些苍白。 前辈怎么了?夜商连忙问道,李神海确实成形了,本座的灵魂之力进入你头部,刚刚触碰到你神海,就被攻击。 雷火眼里满是震惊,他自己是什么实力很清楚,可刚才吃亏了。 夜商摇摇头,虚无天命珠是他最大的隐秘,是不能说的。 李神海开辟,这是五阶修炼者才能做到的,现在你做到,就不适合进入玉界海。 雷火打亮了夜商一下说道,我再试试,刚才感觉问题不大,夜商说完闪身就落到了舰船上,天空中和海域中那种攻击再次袭来,不过无法再入侵到夜商的神海,被虚无天命珠散发出能量完全挡住。 没事,雷火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夜商,御界海对神士和神海的攻击是规则攻击,是无解的,可夜商跟没事人一样,完全无视了这种规则攻击。 没事,你们几个还等什么,上来,我们出发。 夜商拿着舰艇手环开口说道,头见几人对着雷火欠欠身,直接都跃到了舰船内。 夜商这边控制着手环,将舰船上边水晶护照开启,接着到了舰艇后边,将摆放在后边的灵石,朝着卡槽内镶嵌了三块。 随着金石的镶嵌,银色舰船就窜了出去。 这让打算对夜商挥手,要说点什么的雷火愣住了。 四街就开替神海,雷火就想不明白,想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 在修炼历史上五街问须静开启神海,这是尝试,就没有人能够打破这个尝试。 现在呢,夜商不仅仅将神海开辟,而且还不怕攻击,这是什么情况,他真是无法理解。 目送着夜商等人乘坐舰船入海,雷火直接闪身离开,今天的事情,雷火必须去武林飞汇报,他很清楚,武林飞是极度重视夜商。 来,我泡茶,你们看着点外边,头剑拿出了茶具说道,剑船上边是延伸着的椭圆形水晶,可以看到外边,中间是一个掌条形桌子,桌子两边是蒲团,剑船空间不小,装下七八个人没问题,夜商五人还是比较舒适。 头剑泡茶,夜商几人摘了面具,看着剑船外边的情况。 我们要注意方向感,别再遇见海内迷路,那就是大麻烦。 南黎月开口说道,你看这里,有阵法定位罗盘,这个红色的箭头,指着的方向就是临海城。 夜商指着剑船前边的罗盘说道,这个临时插入卡槽的深浅,就是控制方向,如果左边临时抽出一些,那就朝着左边转弯,右边的抽出一些就是朝着右边前行了。 雷征一直在剑船的尾部,研究着,剑船是用临时催动的,剑船的尾部是阵法图,只要填充临时,那产生的能量就会推动剑船前进,剑船前进的速度极快。 我们几人分两批,我和雷豹一批,侯见你和雷征一批,密切注意海面的情况,发现黑暗妖兽就第一时间喊大家,我们这样才能找到源头。 雷商开口说道,那我呢,南黎月开口问道,你有时间就泡一壶茶,然后去看看临时安放情况,按照这个消耗速度,三块中品能坚持三个时辰。 雷商对着南黎月开口说道,雷商,我建议离开海岸线一段距离后,就横向寻找,如果继续深入,如果方向错了,我们很难发现什么。 南黎月开口说道,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就在这一带先来回巡视,这样才能有所发现。 雷商点点头,南黎月和他想的一样。 雷商你的面具等级高,看来你在天极缺混得比我们好。 南黎月开口说道,我们之间,就别说这个,挤对我也没什么用。 雷商笑笑说道,舰船离开了玉界海海岸线三百里远近后,南黎月改变了舰船的方向,开始横向前进。 雷商,有些话我不该问,可是不问我又不痛快。 侯健喝了一杯茶后说道,问吧,能回答的我一定回答你。 雷商开口说道,进入五街问虚境,才能打开神海这是尝试,可你怎么现在就开辟神海了? 侯健开口问道,其他四人也是认真地看着雷商,这也是他们心中不明白的。 我一直注重身躯强度的修炼,身躯是根本对吧。 经过努力,我修炼到现在精气狼烟的境界,真气进入五街,可以其冲滑盖开辟神海。 我在修炼到精气狼烟的时候,就做到气血冲顶,所以打开了神海。 雷商简要的说了一遍,原来是这样,你接下来进入五街,就容易多了,最起码不需要进行气冲滑盖打开神海这一步,只要真气凝炼圆满,就自然晋级,我们不行啊。 侯健开口说道,慢慢来,大家都是个宗门最优秀的弟子,还怕不能进入五街。 这不是笑话吗? 雷商笑着说道,那是,也就侯健没自信罢了,我是很相信自己的,进入五街的日子不会远的。 南黎月开口说道,别吵,你们看,那是什么,那是不是黑暗狼族? 雷征指着舰艇不远的方向说道,在遇见海漆黑的海面上,离着舰船不远的地方,有着一头浑身黑色的妖狼,在海面上游动着。 不错,是黑暗妖狼,我们不理他,顺着他游来的方向前进。 雷商对着掌控方向的南黎月说道,他们这次出来,不是为了猎杀黑暗妖兽,而是要找源头,找到源头才能寻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 第386章登陆海岛,南黎月点点头,瞬间改变了舰船的方向,顺着妖狼出现的方向前行。 随着前行,几人又陆续地看见了黑暗妖兽,甚至还有活动的黑暗腐尸。 我去,那东西是四街的,雷征指着在海面上涌动的黑暗腐尸开口说道,方向对了,另外说一声,这次的危险比较大,如果遇见五街的对手,记者朝着我靠拢,我还能顶一回儿。 夜商开口说道,我们明白,头剑点点头,你们两个听见没,见雷豹和雷征没说话,夜商喊了一声,他不可不希望雷豹和雷征出问题。 明白,雷豹和雷征都点点头,这艘舰船,雷征你拿着,你实力稍微低一点,要跑的时候,你去放舰艇。 雷豹将另外一个手环递给了雷征,几人对雷豹的安排都没有意见,舰艇继续前行,看见的黑暗生物是越来越多,雷豹知道这方向是对了的原因。 雷豹,你说这玉界海对尊者有伤害,那尊者就不能跨欲了。 这不现实啊,夜商开口说道,也不是,玉界海对尊者有伤害,那是接近了海面区域,如果直接高空飞行,远离海面,只承受天空中的能量风暴是没问题的。 这次尊者不能前来探查,是因为飞得太高,什么也看不见,无法探查到海面上的情况。 喉剑开口说道,我明白这个问题了,那我还有不明白的。 夜商笑着说道,那你问呗,只要我们知道的没问题,喉剑开口说道,那尊者之下是怎么通过欲界海的,我知道能过,问题是怎么通过的。 夜商开口问道,他知道亦肯定能过,因为基于家族和司空家族就来到过东悬域。 我们坐着的是海上舰船,还有空中舰船的存在,不过使用空中舰船的代价很大,需要上品零食,还是大量的上品零食,才能保持空中舰船的飞行,另外有传送阵的。 喉剑开口说道,夜商,你的战斗力,破裂我们佩服,但你对一些尝试的理解几乎就是白痴级的。 蓝黎月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夜商,也许就是因为心无旁骛,就是因为心如白纸,所以修炼得快。 喉剑有些感慨,几人聊天的同时,也仔细观察海面上的情况,随着舰船的前进,能看见的黑暗生物越来越多。 临海城那边黑暗生物不多,是因为黑暗生物是朝着四面扩散的。 黑暗生物不少,怎么可能冒出这么多? 雷暴有些差异地说道,这真不好说,玉界海上浮导很多,上边有什么情况很难预测,另外空间裂缝,异度空间,哪种情况都有可能。 喉剑开口说道,继续前进,反正这里不会有超过五阶的黑暗生物。 夜商开口说道,是的,玉界海和天空中的能量漩涡,对昊天静和问虚静的人类修炼者伤害很大,对黑暗生物也一样, 黑暗妖兽,黑暗腐蚀的最高阶级也不会超过这限制。 头剑点点头说道,那不就得了,没有五阶的黑暗生物,我们怕什么? 继续前进,雷暴开口说道,蓝黎月看着舰艇的临时情况,不够就继续添加,舰艇迎风挺进,海面上可见的黑暗妖兽是越来越多。 夜商几人就不管这个,继续前进着,因为没有办法猎杀。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数量这么庞大,看来问题是真严重。 头剑开口说道,我们是调查出起因,然后回去汇报,这样东悬城城主府和天极缺,以及几大势力才能出动人手去源头消灭黑暗妖兽。 蓝黎月强调一下这次的任务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人离着玉界海的海岸线越来越远,渗入了有三四千里后,看见的黑暗生物已经成片了,都是四阶的。 前边有岛屿,头剑指着前边的一个大岛屿说道,黎月,控制舰船围绕着这岛屿转一圈看看什么情况。 叶商对着南黎月说道,好,南黎月在后边控制着舰船换了方向,围绕着这座岛屿前进。 三个时辰,舰艇才围着岛屿转了一圈。 这不是浮岛,是有根基连着玉界海底部的大型岛屿。 头剑说出了自己的判断,岛屿北半边的海域中有黑暗生物,南半边则没有,它们都是顺着水流飘动,也就是说,这里就是黑暗生物产生的源头。 叶商开口说道,就是这里没错,叶商,接下来怎么办? 头剑开口问道,我们从南边登岛,然后慢慢探查,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 叶商说出了自己的决定,这个策略好,这么多恶心玩一耳,硬杀不好办。 南黎月开口说道,半个时辰后,几人驾驭着舰船到了岛屿南部的岸边,随后几人跳下岛屿,叶商也将舰船收进手环。 几人手持着武器就开始登岛,它们来到这里,任务完成一半,等知道黑暗生物产生的原因,那才算真正完成。 几人刚刚登岛,就有黑暗生物来攻击,叶商这边轮回枪挥动,七星要跃枪随意地施展,就将这些黑暗妖狼脑袋全部击穿。 随着战斗,越来越多的黑暗妖狼围上来,侯剑和叶商站到了一条线上朝着前边推进。 雷抱左翼,离越右翼,雷争拟殿后,顺便收取黑暗惊河。 叶商一边前进一边说道,随着几人前进,黑暗生物的种类越来越多,还有人类的腐尸,虽然没有生命,但是身上流动着四阶出奇的能量。 这样的对手,在叶商的轮回枪面前,都是被一枪了结。 那边有个小山坡,背面是断崖,我们冲过去,那样防守一面就可以。 雷争在后边一边收取金和一边喊着,叶商轮回枪挥动,朝着前边推进,只要是围上来的黑暗妖狩都会被他的轮回枪枪忙贯穿头颅,猴剑就是捕刀,攻击一些叶商不方便攻击的方位。 雷争指着的区域,有六七里远,但是这六七里不是好越过去的,黑暗妖狩太多了。 不用担心,围上来的黑暗妖狩,是这片区域以前的存留,目前没有新的补充,我们杀光这片就行。 雷争没压力,一直观看着周围的情况,你在后边很舒坦是吧,你看看前边多少。 蓝黎月有些鄙视的说了雷争一句,即便是没有补充的黑暗生物,现存的黑暗生物数量也太可怕了。 第387章黑暗天堂,怕什么,我相信你们,相信叶商。 雷争开口说道,叶商这边轮回枪快速挥动,有时候一枪甚至击杀两头黑暗妖兽。 跟这些修为不如自己的黑暗生物战斗,叶商施展的杀伤力最强的螺旋径,枪枪都是致命穿透。 即便是这样,几人推进的速度也提升不起来,因为有太多的黑暗生物堵路。 这是海岛南边,是黑暗生物相对比较少的区域,这还这么多,要了命。 南黎月开口说道,先推进,我们弄个落脚点再说,叶商一边急杀为上来的黑暗生物一边说道,半个时辰才杀到山坡顶部,叶商让几人休息,自己顶在外边防御。 太累了,怎么会有这么多黑暗生物? 雷豹一边喝酒一边说道,是的,这是杀不完的杀,不明白怎么会这么多。 头剑也比较累,将追上来的黑暗生物全部急杀,叶商也拿出来了一坛酒,这么多黑暗生物,不可能是这座孤岛表面能产生的,要么有地穴,要么就是有空间裂缝或者是异度空间通道口。 叶商一边喝酒一边说着自己的判断,应该是这样,头剑点点头,叶商你不累吗? 南黎月上下打亮着叶商问道,此时他争其消耗过半,脑门都是汗珠。 头剑和雷豹也是一样,在后边的雷征状态能好一点。 可叶商跟没事儿人一样,要知道叶商猎杀的黑暗生物,要超过他们猎杀的总和。 还行,你们休息完,我们继续前进,去寻找源头。 叶商开口说道,几人点点头,都开始打坐恢复,叶商这边伸展了一下腰身继续警戒,同时也思考着接下要怎么应对,和可能发生的危机。 半个时辰后,几人都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一会儿我们偷摸前行,朝着黑暗生物密度高的位置摸过去,如果出现问题,你们就驾驭着飞行妖兽逃跑,然后到海域上等我。 叶商开口说道,那你呢? 雷豹开口问道,你笨蛋,队长的意思是他垫后。 蓝黎月看着雷豹说道,那不是很危险,叶商,我跟你一起,丢下你逃跑,我做不到。 雷豹看着叶商,摇摇头说道,刚才我没想那么多,我一直觉得队长强,就没想到危险的问题,很抱歉。 蓝黎月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叶商说道,没什么,你们去海面上等我,我自己跑回去难度应该不大。 叶商笑笑说道,随后大家都没说话,在叶商的带领下,躲避着黑暗生物,就朝着岛屿的中心区域潜入。 叶商有灵魂之力,感知力探查力比较强,他在最前边,不断地用手势,指挥几人前进或者转弯。 前进的时候,因为要小心翼翼的,所以速度很慢,不过几人也不着急,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另外岛屿上的黑暗生物太多, 而且还是来回移动。大半天的时间过去,一行人才前进了百里,躲过了很多黑暗生物。 这不行,这黑暗生物太多,我们这么前进,一定被会发现,会被包围,还有会飞行的黑暗生物,这不是扯淡吗? 再次聚集到叶商背后,蓝黎月开口说道,是的,飞行妖兽很恶心,不过问题不大, 这些黑暗秃就也都是三阶左右,你们的坐骑都是什么等级。 叶商扭声看着几人问道,三阶巅峰,头剑开口说道,三阶巅峰,不过还没成年,还能晋级。 雷豹和雷争两人也是点点头,我的也是一样,蓝黎月也做出了回答,都是三阶,你们就不能弄高品质的坐骑。 叶商不满意地嘀咕了一句,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三阶巅峰的飞行坐骑还不好。 蓝黎月瞪着叶商说道,好不好的问题,定义不是很好下,现在这局面坐骑三阶的修为是不够用,如果出现被包围的情况,我会让天宇帮你们阻拦追兵,你们驾驭着飞行妖兽跑到海边,迅速进入舰船。 叶商想了一下说道,天宇是四阶五级巅峰,在空中能抵挡他的妖兽不多。 好吧,你的天宇凶残,雷豹开口说道,他是知道天宇等级的,接着几人继续朝着前边摸,遇见躲避不及的,叶商就拿出穿天毛射杀,这样不会引起黑暗妖兽暴动,不会被黑暗妖兽包围。 为了减小动静,叶商发射穿天毛施展式螺旋径,这样比震荡镜的声音小很多。 而且每次发出穿天毛,叶商都是直接攻击黑暗妖兽的头部,就不给对方挣扎的机会。 离着岛中心区域,大概两三百里,前边那座高山应该就是这座岛屿的中心区域。 跟随在叶商身子左侧的南黎月开口说道,山很陡峭,我们不好攀爬,同样的黑暗生物也存在这个问题,关键点是,我们无法避免被飞行的黑暗生灵发现。 叶商思考了一下说道,那这样,我们一晚攀爬,天空中的黑暗生物就不能发现我们了。 雷征开口说道,李珍是猪,南黎月开口说道,晚上是绝对不行的,这座岛屿充满了黑暗能量,夜晚没有阳光,光明之力下降,黑暗生物会更加活跃,它们不见得要靠眼睛发现我们,通过奇迹感应也能发现我们。 叶商开口说道,喉剑和雷豹也点点头,雷征不好意思地揉揉脑袋,他知道了自己的观点不对。 现在我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抓紧时间,今天天黑之前我们得到结果然后离开,另外一种就是找一个安全的落脚点躲过今夜。 叶商说着自己的想法,征求着其他人的意见。 叶商的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同意,接着几人继续前进了,朝着那座大山前进。 南黎月和喉剑的意思,不管今天能不能探查出结果,大山都是必须要去的,如果没有结果在大山上找一处高地,这样安营扎寨也安全很多。 叶商的穿天毛还是不断地发出,当在前进道路上的黑暗生物都在没有察觉,没有引起暴动的情况下,被叶商射杀。 几人离着大山越来越近,同样危机也是越来越多,黑暗生物是太密集了,叶商选路都很麻烦。 第388章死亡属性,还真是刺激,靠在一颗古树上,叶商眯着眼睛说道,刺激,我是紧张得要死。 南黎月逼声说道,我也是,我是担心被黑暗俯视暗倒,那流着口水的家伙真恶心。 雷征开口说道,真有那时候,就抓紧时间自我了结,要不然,那场面真不敢想。 南黎月呼出一口气说道,别胡思乱想,我们继续冲,今天恐怕不会有结果,我们要找一个安全的落脚地熬过今晚。 叶商看看天色说道,随着叶商挥动的手臂,几人继续前进。 前进了一段距离,负责观察环境的云征发现了一个合适的落脚点,那是一个三面如同刀削,一面是斜坡的巨大岩石。 当叶商挥人刚登上这块儿巨型岩石后,就被黑暗生物发现了,随着战斗的打响,越来越多的黑暗生物朝着这巨型上冲击。 黑暗妖狼,黑暗狮子,黑暗腐尸,什么样的黑暗生物都有,甚至还有穿着战甲的黑暗丧尸。 那就不是黑暗生物,那家伙是死亡系的。 一剑抹杀了一头黑暗妖狼的南黎月开口说道, 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黑暗和死亡听着很接近,但区别很大。 黑暗属性是七种普通属性,虽然不多剑,但跟其他属性等级是一样的,可死亡属性就不同了,那是四种高级属性之一,对七种常见属性都是有压制的。 事情好像比较麻烦,侯剑开口说道,赶紧战斗吧,我们先安稳下来再说吧。 雷暴一边战斗一边喊着,这会儿朝着岩石上边冲击的黑暗生灵太多了。 雷暴,将这的岩石斜坡轰掉,他们想要攻击,也要让他们费力地跳上来,别让他们攻击得太顺畅。 夜商对着雷暴喊了一声,目前几人站着的这块岩石面积很大,也很高,三面陡峭,一面是斜坡,现在黑暗生物就是从斜坡朝着上边冲。 交代完雷暴之后,夜商就朝着前边冲,给后边雷暴等人段路留出空间。 夜商冲出去之后,猴剑、雷暴和雷征就朝着岩石的斜坡地面轰击。 黎月,你去帮着夜商,我们三个段路。 猴剑对着也要帮着段路的南黎月喊了一声。 随后夜商和南黎月就朝着斜坡之下冲,顶着黑暗生物战斗,夜商的轮回枪挥洒,能攻击到三四丈范围,再加上南黎月补缺,就给雷暴三人腾出了空间。 猴剑、雷暴和雷征三人挥洞着武器,砰砰地朝着岩石地面轰击着,一条大沟就出现了。 猴剑三人一边轰击一边后退,大沟也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宽。 三丈多宽够用了,你们两个回来。 猴剑对着夜商和南黎月喊道,将岩石斜坡生生轰断,断出了一条三丈多宽的大沟,猴剑三人也是累得满脸汗水。 黎月,退回去,夜商对着南黎月喊了一声,接着双臂灌注万道宝典的能量施展着震荡镜,直接朝着岩石地面抽去。 黎月赶紧回去,南黎月身子闪动,一个飞腾就回到了猴剑几人身边。 接下来夜商就没攻击黑暗生物,轮回枪大开大河逼退黑暗生物后,就朝着脚下的岩石斜坡砸下去。 随着夜商爆猛个杂吉,加上震荡镜的震荡,这个已经断了的斜坡,高度越来越低。 凶残,猴剑摇摇脑袋,确实,这太残暴了,南黎月也是深有感触,承受了夜商十几枪杂吉和震荡, 他脚下的石坡高度下降了一丈半,接着夜商轮回枪一个回荡,身子凌空而起,朝着猴剑等人所在的掠去。 此阶的修为可以短暂欲空飞行,越过这几丈的距离没任何问题,夜商很轻松地就到了猴剑等人的身侧。 让他们来,上来了,我们打下去就是,夜商对着岩石下边朝着上边爬的一个黑暗俯尸射出一道枪芒说道, 以一代劳,这办法不错,他们即便能上来,也不会太容易。 雷豹开口说道,随后五人就轮番执行,一人看着岩石平台的安全,其他人休息。 不过猴剑四人没让夜商执行,夜商刚才战斗得很激烈需要休息, 另外他们也知道夜商需要保持巅峰状态。 夜商也没矫情,直接打坐恢复,今天他的消耗不是很大, 不过一直精神头紧绷着,就感觉有点累。 我去,飞行妖兽,几人休息了一个时辰后,负责执行的雷豹开口喊了一句, 是三街的黑暗突就来袭,有上百只。 天宇,去给我杀,但是不要跑远,夜商一挥手臂,就将天宇放了出去。 天宇一声鸣叫后,朝着天空中的黑暗突就冲去,双翅震动就没有突就能进他的身, 反观他一双青金色的利爪和利卓纳士杀器,被他攻击到的黑暗突就,全都要面临死亡。 天宇有越级战斗的实力,更别说这些还没入四街的黑暗突就了, 黑暗突就就破不开他的防御。 夜商这边轮回枪施展着七星耀跃枪法,对朝着平台攻击的黑暗突就进行灭杀。 黑暗突就的战斗力不怎么样,但汉不畏死,就是朝着天宇和岩石攻击。 这群恶心的家伙还真是死拼,一边战斗,雷暴一边咒骂着, 我们身上的血气,血肉能量对他们来说是不平,对他们的吸引力很大。 南离越开口说道,战斗了进行了半个时辰结束了,黑暗突就全部被灭杀。 天宇一个回旋落到夜商的身旁,不知道晚上能安静步, 给天宇喂食了寿元丹之后,夜商低声喃喃着,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 夜商你赶紧休息,你是主力,如果你状态不佳,我们是扛不下来的。 头剑开口说道,我去,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啊? 就在这时候雷针尖叫了一声,几人到了雷针的身边,不用雷针指引, 几人就看见是怎么回事了,在岩石平台的下方,密密麻麻的都是黑色的蜘蛛。 跑吧,雷针脸色变了,密密麻麻的黑色蜘蛛太恐怖了。 妈的,看我的,南黎月爆出了一句粗口,双掌拍出,通红的火焰就朝着岩石底下冲去。 南黎月一边出掌一边移动,将岩石根部都铺满了火焰。 这是什么功夫?雷鲍开口问道,以我南黎火焰体为基础,施展的黎火掌,在战斗中没什么效果,但烧死这些恶心的虫子还是可以的。 南黎月开口说道,小心,叶商左手拉着南黎月后退,接着右手施展着七星耀月枪法对着前方刺出,此时一头直径三尺的大蜘蛛朝着南黎月扑来。 第389章滚滚黑云,叶商小心,他是五阶的黑暗蜘蛛王,猴剑在后边大喊了一声,他发现这头黑暗蜘蛛的修为已经进入问虚境。 其实不用猴剑提醒,叶商就已经知道这头黑暗蜘蛛的很恐怖,毕竟和下边的小蜘蛛,完全不是一个级数。 叶商争气爆发,轮回枪施展着七星耀月枪法,四枪合一刺了出去,接着万道宝典的能量施展着震荡静紧随其后。 嘎吱,叶商四道枪盲合一的一枪被挡住,被这头蜘蛛王四只利爪挡住,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不过他的利爪也被切进去很深的口子。 这时候叶商身躯内万道宝典的能量进入到了枪间,接着强烈的震荡,将这头黑暗蜘蛛王的几只利爪震开。 震开黑暗蜘蛛王的利爪后,叶商轮回枪快速前伸,紧接着进入轮回枪的真气再次施展出螺旋径。 吃,叶商带着极强穿透力的轮回枪,直接插进了黑暗蜘蛛王的胸腹。 叶商身子前进,右手继续前推,让轮回枪停留在后退的黑暗蜘蛛王体内。 接着万道宝典的能量迸发进入枪间,爆发了强烈的震荡镜。 啪,啪,啪,连续地暴响在黑暗蜘蛛王的体内传出,黑暗蜘蛛王的内腐和经络全部被震的粉碎,随后在叶商的轮回枪上晃荡了几下不动了。 这玩意儿,看着凶残,不过实力不怎么样。 雷征开口说道,不怎么样,让你试试,你估计连防御都破不开。 蓝黎月鄙视地看了雷征一眼,叶商,你刚才两种能量,两种能量发力技巧转换得太快,太迅速,这家伙没顶住,要不然这黑暗蜘蛛王会很难杀。 雷征开口说道,你们看小蜘蛛全退走了,应该是感受到蜘蛛王已经死掉。 蓝黎月开口说道,希望接下来能安静,让我们安静地度过一夜。 叶商开口说道,接下来是真安静了,确实在没有黑暗生物出现。 休息了一夜,出现天光后,叶商就站起身来。 叶商伸展腰身的时候,其他人也都停止了打坐。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就出发,今天难免还有恶战,不知道翻过这座山是什么情况。 叶商开口说道,听了叶商的话,侯见几人都是点头,如果说雷火刚任命叶商为队长的时候,他们同意是因为交情,那么现在,他们几人是真的幸福。 经过一天的合作,侯见几人知道叶商不仅仅战斗力强,同时也是极为冷静,统领痊愈没有任何问题。 记住我的话,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 叶商说完身子凌空而起,轻轻地落到了地面,然后朝着大山摸过去。 侯见几人紧紧地跟在叶商的后边。 出现拦路的黑暗妖兽,叶商直接飙射穿天矛。 前进了一阵子,叶商几人到了大山脚下,只要开始爬山,相对就只有飞行的妖兽能攻击了,可几人现在遇见了拦路虎。 是一个黑暗修炼者,跟正常人不一样的是,他有着两只脚,脸上还有着黑色鳞片。 半画形的暗黑胶,南黎月对着叶商说道,叶商双眼紧盯着这个半画形的暗黑胶,这头半画形的暗黑胶修为比他们几人都高,已经半只脚进入了问须境。 在叶商观察的时候,这头暗黑胶朝着叶商冲来,他的双手中,一手一把短刺,短刺上散发着令人心颤的幽光。 笔门去登山,盗牙壁上等我,叶商一挥轮回枪就迎着暗黑胶冲去。 叶商小心,他的武器是他画形前的獠牙,有剧毒。 南黎月退后几步开口说道,这时候叶商施展着七星耀月枪法已经和这头半画形的暗黑胶战斗在一起。 暗黑胶的力量很强,可力量是叶商的强项,他一点优势没有。 反观叶商这边的战斗技巧就不是暗黑胶能相比的,被叶商压制得节节败退,半盏茶的时间不到,暗黑胶的脑门就被叶商一道枪忙贯穿。 叶商上前将暗黑胶的两根短刺收了起来,随手又将他的两根弯角合金合也窃下来,收尽储物戒指,这都是炼器的好材料。 你们怎么不走? 叶商看着几人说道,我没有丢下兄弟的习惯。 雷豹开口说道,叶商,我们是一个团体,虽然实力不行,但先跑的是,我猴剑干不出来。 猴剑开口说道,南黎月也笑笑,虽然我是女人,但是意气是有的。 我知道你们够意思,不过你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叶商笑笑说道,随后几人开始蹬山了,山壁是针陡峭,几人都是用自己的附属武器,插着山壁攀爬。 叶商将天宇放出来,在几人身后警戒,他怕出现飞行妖兽出现,另外也怕谁失手掉下去。 好在还算安全,几人攀爬了一个多时辰,都没遇见什么妖兽,即便是有毒虫之类的,几人用丹火就可以解决。 很快的几人离着山峰不远了,这时候叶商几人都十分谨慎,谁都不知道封顶和山峰对面是什么情况。 离着山峰还有20丈左右,叶商停止了攀爬,等着其他人到了自己身后,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先上去看看,我喊你们,你们再上去, 让你们跑,你们就驾驭着飞行妖兽跑,别说其他的。 叶商对着几人说道,几人都没说话,只是点点头,他们知道这时候反驳,叶商一定不高兴。 随后叶商继续朝着上边攀爬,20丈的距离在叶商的眼里算不上什么,主要是他爬丹顶崖的次数太多,已经习惯。 站在山峰上,叶商看到了对面的情况,这一看让叶商头皮发麻。 在他的视线里,密密麻麻的全是黑暗生物,什么种类的妖兽都有,另外还有人形的黑暗腐尸和黑暗丧尸。 远一些的地方,叶商看见了从地面上升的滚滚黑云,那是浓郁的黑暗能量,滚滚的黑云将天空染成压抑的乌色。 叶商来到山壁边对着几人挥挥手。 片刻之后,几人都来到了山崖之上,这是什么情况? 瞪上山崖的南黎月看着能量乌云升起来的地方有些震惊地说道, 第三百九十张惨遭尾杀,那就是这次事件的源头,因为大山的原因,我们在其他的地方看不见,只是知道空间中的黑暗能量浓郁。 叶商开口说道,可是我们这也不过去,这要杀过去,我们累死也做不到。 头剑摇摇摇头说道,可是不过去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回去汇报,也不好汇报。 雷豹就没说道,我们先静静,事情总会有解决办法,叶商闭眼思考着可行办法,他不想就这么退走,既然来了那就要调查一个清楚,要不然等于是半途而废。 可这山坡之下密密麻麻的都是黑暗妖兽,这就是不反抗都杀不完,等于是一个死局。 叶商思考,其他人也在思考,都想着解决的办法,大家都不是轻言放弃的人。 思考了一阵子,叶商呼出一口气,看向了其他四人,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去看看。 叶商你这是找死啊,这么多黑暗妖兽,那么多飞行妖兽,被发现被围上,那就是死路一条。 蓝黎月瞪着眼睛说道,我想过,地面的黑暗生物是什么等级我不清楚,但是天空的都是三阶左右,四阶只是个别的,我的天雨速度快,我不战斗,就去探查一下,有能追上的,我就穿天毛射杀,探查完就跑,危险应该不大。 叶商开口说道,同时也拿出了两根穿天毛,绑上了冰胶巾随后插在了腰间,可还是太危险,侯剑开口说道,没事,你们就在这里等我,另外清理出一块地盘,这里区域太小,发生战斗都没有立足之地,难道被赶着跳崖? 叶商说完就将天雨放出来,身子闪动落地了天雨的后背,然后朝着黑云升起的地方冲去。 此时的天雨是急速飞行,那些黑暗飞行生物还没包围上,就被天雨甩开。 好了,我们也干活,叶商说得不错,这里不安全,需要清理一下,要不然被黑暗妖兽发现了,我们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 侯剑开口说道,叶商右手提着轮回枪,左手抓着绑着冰胶巾的穿天毛,控制着天雨急速飞行,朝着黑云升起的地方冲去。 天雨的速度快,但后边的那些黑暗飞行妖兽也没放弃追击,场面就形成了叶商驾驭着天雨在前边飞,后边一片黑压压的黑暗妖兽追击。 叶商回头看看,发现追击的黑暗飞行妖兽中是有四阶的,但是速度跟天雨是无法相比,顿时就放心了大半。 控制着天雨继续朝着黑云升起的地方冲击,他一定要看看黑云,也就是黑色能量升起的地方到底是什么状况。 天雨的速度极快,很快地就接近了黑云升起的地方。 低头看去,看到的景象让叶商头皮发麻,那是一个巨大的深坑,无法看透的深坑。 深坑黑洞洞的,根玉要是人的巨大授口一般,黑坑的中间区域,黑暗能量跟狼烟一样不断地上冲,边缘区域是黑暗妖兽朝着外边攀爬。 很快的天雨就掠过了这个区域,想要看得更仔细一点,叶商指挥着天雨绕圈飞行,要甩开后边已经看不透,已经跟黑云一样的飞行黑暗妖兽,那才能再次回到黑坑上方。 天雨画了一个大圈,甩开了追击的飞行妖兽,又回到了黑洞的上空。 再次仔细观察了一下后,叶商觉得这就是大型地穴或者是异度空间,不进去是无法再得到详细的情报,顿时就打算离开,进去。 他没这个能力,叶商控制着天雨斜着飞,以最快速度的飞行。 天雨这一加速,后边追击的妖兽就被甩开,只有零星刚起飞的黑暗飞行生物追击。 剑甩开了追击,叶商就朝着会合地点冲去,探查得差不多,就可以离开了。 当到了高山顶部,也就是几人会合点,叶商脸色变了,因为侯剑等人已经被黑暗妖兽包围着攻击,空中还有着飞行妖兽,其中一头是五阶出奇的黑暗语音,这让侯剑等人想跑也跑不了。 放出飞行坐骑,他们破不开围攻黑暗生物,无法到飞行妖兽的后背。 另外天空中有着飞行的黑暗生物,他们三接的飞行坐骑,放出来也是被围攻的命运。 这是疯了,队长才离开一会儿啊,我们就弄得这么狼狈,这是要被灭杀在这里的节奏。 雷征骂骂咧咧咧地说着,我们的修为是有,但战斗力不够,别说跟叶商那样顶着站。 南黎月也郁闷了,因为这么下去,他们几人就扛不住多久,他们全力战斗,就没发现叶商已经回来。 见到这样的局面,叶商皱皱眉头,他自己是可以轻松地离开,但想要救人就比较难。 头见几人吸引了太多的黑暗妖兽来围攻,是理三层外三层的。 可丢下几人自己离开,叶商做不到。 对着天宇逼好了一声,让天宇去跟那头五街的黑暗语音缠斗,叶商从天宇的后背飘落,就落到了侯剑四人的身前。 叶商,你明知道我们很难跑掉,你还下来做什么? 已经爆了必死之心的雷暴看见叶商回来,顿时大好了一声。 什么也别说了,你们不用管我,朝着后边退,抓住机会就放飞行妖兽离开。 雷征你先走,到了海里就将舰船放出来,控制好防御水晶,接应大家。 叶商轮回枪大开大河,不断地将逼上来的黑暗生物逼退, 左手地带着冰胶金的穿天矛也不断地射出,朝着天空的飞行妖兽攻击, 它要为天宇的游斗提供空间。 在几人全力保护下,雷征放出了自己的雷鸟,闪身上了雷鸟的后背, 就是这时候,猴剑的肩膀被一头黑暗妖虎拍了一爪子。 猴剑的护身器照被拍碎,嘴角出现了一丝阴红。 下一个,南黎月退,叶商再次下达了命令, 我不走,要走一起走,南黎月交好了一声,让你走,就走,哪里那么多废话。 叶商回身怒吼一声,回身的功夫,叶商的腰部被一条黑暗妖抽了一尾巴,抽了一个猎妾。 摇摇嘴唇南黎月抓住机会,放出了自己的坐骑,闪身上了坐骑,朝着山后边飞去,去跟雷征会合。 下一个,猴剑走,叶商开口喊道,叶商,我不扭捏,我走, 但是如果你没逃掉,我还会回来,哪怕是战死。 猴剑后退了几步,让叶商和雷豹顶着,自己抓住机会,放出了坐骑,接着闪身上了坐骑。 第391章黑暗语音,在猴剑上坐骑的瞬间,一头黑暗豹子身子跃起朝着猴剑的后背扑去, 叶商转身就一枪,将这头黑暗豹子击杀,不过他因为躲避不及时, 后背被一头黑暗丧尸拍了一巴掌,将他拍了一个猎切。 这让控制着飞行坐骑离开,同时扭头看得猴剑肝胆欲裂, 不过好在夜商站稳了身子,继续战斗,才让猴剑打消了回来战斗的念头。 天宇在空中双翼震动,不断找着空隙跟其他的飞行妖兽缠斗, 虽然压力很大,危机很大,不过暂时还是安全的。 雷豹,你离开的机会小了很多,如果我们站死在这里, 就是兄弟我对不起你。 夜商一边出枪一边说道,我很高兴,你没让我先走, 这证明你当我是兄弟,跟兄弟并肩战斗,死而无憾。 雷豹一边挥洒着重剑一边说道,哈哈,好兄弟,谢谢你理解我, 你招着悬崖边退,抓住就机会就跑。 夜商大笑着说道,行,我不矫情,那样耽误事, 有机会我就会跑,我相信你也会跑掉, 如果两个时辰后我没见到你,那么我还会回来, 用生命来证明我们的兄弟情。 雷豹开口说道,夜商和雷豹两人一边站一边退, 很快地就到了悬崖的边缘。 雷豹,你先放雷鸟,让他到悬崖下边, 然后你就朝着悬崖跳,这样机会大。 夜商万道宝典能量和真气全部迸发, 闪身站到了雷豹的身前, 将所有的黑暗妖兽全部拦住, 给雷豹争取机会。 雷豹这边动作也很迅速, 将雷鸟放出后,他直接闪身扑了过去, 抓了雷鸟的脖颈, 接着一个翻滚到了雷鸟的后背, 然后控制雷鸟离开。 见雷豹顺利地脱身,夜商心里踏实了一点, 左手不断地抛射穿天矛, 帮着天宇化解危机, 同时脑袋快速地思考着, 自己的脱身办法。 他知道自己顶不了多久, 现在真气和万道宝典的能量已经消耗过半, 同样的天宇消耗也很大。 思考了一下, 夜商撑起护身气罩, 发射出穿天矛之后, 身子凌空而起, 不管换妖兽对自己的攻击, 对着五截的黑暗羽鹰发出了七星耀跃枪, 同时命令天宇躲开其他飞行妖兽的攻击, 朝着悬崖下飞行。 黑暗羽鹰攻击强度一般, 但是速度奇快, 夜商对着他发过几次穿天矛, 都被他躲开了, 目前他也是天宇的最大威胁。 面对夜商的七星耀跃枪攻击, 黑暗羽鹰双持震动, 一个闪动就躲开了, 不过因为他的躲开, 天宇被缠斗的危机就被夜商解除掉。 解除了被缠斗危机的天宇就朝着悬崖下飞去。 夜商这边帮着天宇解决了危机, 他自己就不好过了, 被十几个黑暗生物的攻击打到身上。 连续的攻击, 让夜商护身气罩直接破碎, 接着是瘦嘴爪子, 丧尸的巴掌都招呼在夜商身上, 将夜商攻击震飞。 被震飞的夜商即便是有万道宝典能量护身, 夜兽伤不轻, 双臂腰部和双腿全是斜口。 被震飞的夜商朝着悬崖下落去, 不过已经在悬崖下的天宇一个加速回旋就接住了夜商。 不管其他, 跑,夜商对着天宇喊了一声, 用商换取逃跑的机会, 就是夜商的想法和目的, 现在目的达到了, 不跑等什么。 坐起身的夜商先浮食了一滴本源灵液, 接着爬到天宇的脖颈前, 身子一个翻转, 到了天宇的脑袋下, 给天宇喂食了一滴本源灵液, 然后才回到天宇的后背。 扶食了本源灵液的夜商和天宇很快就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坐在天宇的后背, 夜商看了一眼身上的伤势后, 就打亮后边追击的黑暗雨婴。 黑暗雨婴的修为是问序一级, 也就是说刚进入五阶, 他的速度骑快无比, 跟天宇不分上下。 不过夜商不怕, 只要不是被围攻, 被这一头黑暗雨婴追击, 还不是很致命。 很快的夜商驾驭着天宇就到了海岸边, 此时侯舰等人已经在舰船内, 几人没有开启舰船的防御, 而是站在舰船上跟飞行妖兽战斗, 等候着夜商。 舰船的水晶防御罩强度很高, 五阶中期的修为都攻不破, 现在几人不没开启防御罩, 就是等着夜商。 不用管我, 我还有舰船, 我是想收拾追我的这家伙, 如果他继续追, 我一定收拾了他。 夜商对着喉剑等人喊道, 听了夜商的话, 雷征缩回舰船内, 接着开启了能量护照水晶, 随后是噼里啪啦的响声, 那是黑暗飞行妖兽, 攻击水晶护照的声音, 不过都是白费, 就破不开能量水晶的防御。 舰启动后, 速度提升起来, 这些飞行妖兽就跟不上, 被舰船甩开了。 黑暗羽鹰追着天羽, 追到了御界海上空就出现了状况, 别说提升速度, 已经无法继续追击, 身躯开始摇晃下坠, 这是御界海的能量和天空能量漩涡对其神海进行攻击了。 这时候夜商来了兴致, 将自己手里的舰船丢到海面, 丢到了黑羽鹰掉落的方位。 黑暗羽鹰掉落到了舰船上, 夜商对着天羽下达了拦截其他追过来的飞行妖兽后, 自己就闪身落到了舰船上。 现在你想活命, 只有对我沉浮, 否则我不杀你, 你也活不了, 即便活着也会根基尽数毁掉, 你自己思考下。 夜商对着黑暗羽鹰说道, 夜商对这头黑暗羽鹰很有兴趣, 黑暗羽鹰的攻击强度或许不高, 但是速度是强项。 夜商自己的天羽是不需要换, 也是不可能换的, 司空出于火皇也不需要更换, 但杨磊的青雕跟不上节奏, 速度和战斗力都不行。 看着夜商, 黑暗羽鹰黑色的瞳孔内都是凶光。 怎么, 不服气, 那就等着被这里的天地能量轰碎你的神海吧。 夜商开口说道, 听了夜商的话, 黑暗羽鹰身子不断地战斗着。 我知道你能听懂我的话, 你这样死却没有任何意义, 不如跟着我去闯下一下, 外边的世界还很大, 我是很欣赏你。 夜商开口说道, 听了夜商的话, 黑暗羽鹰睁开了眼睛, 眼神中带着痛苦, 带着犹豫。 不要犹豫, 你撑不住的, 如果神还毁了, 那一切都来不及。 夜商朝着黑暗羽鹰伸出了手, 第392章降服羽鹰, 看着夜商的手, 黑暗羽鹰犹豫了一下, 用头撞了撞夜商的手掌。 夜商拿出了一个空白的巡兽水晶, 念头一转就将黑暗羽鹰收进了巡兽空间。 天羽走, 夜商进入了舰船, 也没开防护罩, 直接插上灵石, 驾驭着舰船就朝着猴剑等人追去。 天羽这边对着黑暗秃就一个扑杀之后, 接着一个回旋朝着夜商追来, 将追击的飞行妖兽都抛到了身后。 很快的夜商就追上了猴剑等人, 接着夜商收了天羽, 收了舰船后, 闪身进入了猴剑的等人已经打开了水晶护罩的舰船。 见到夜商进入舰船, 雷征开启了水晶护罩, 调整了方向后就启动继续前行。 队长, 你这伤势没事吧? 猴剑开口问道, 都是外商, 就是有点失毒, 不过问题不大, 夜商拿出一颗解毒丹吃了下去, 客气话就不说了, 我猴剑欠你一条命。 猴剑对着夜商拱拱手, 咱们就不说这些, 来喝酒, 真累, 夜商拿出酒坛子, 给自己倒了一碗酒, 一仰头喝掉。 你是怎么逃脱那都五阶黑暗语音的追杀? 雷豹开口问道, 没逃掉, 我只是将他抓了, 我酒师姐的坐骑不是很好, 这个很适合他。 夜商开口说道, 抓了, 我无语, 这就抓到了五阶的黑暗语音, 服了, 没什么可说的。 雷豹拍拍脑门说道, 任务圆满成功, 雷征把护照打开, 我出去换身衣服, 这都成不调了。 夜商看看自己的衣袍后, 笑着说道, 哎呀, 我转过身去, 你处理下就好, 我们又不计较这个。 南黎月转过身去说道, 夜商也没有矫情, 将自己身上衣袍全部脱掉, 只穿了短裤, 让雷豹给自己的肩膀和后腰上了一点药, 然后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袍, 随手将破烂衣袍, 顺着雷征打开的水晶护照缝隙丢了出去。 雷征你控制好方向和速度, 这样能计算好方向和距离, 能准确定位。 夜商对着雷征喊了一句, 队长放心, 这时我会办好, 雷征对着夜商点点头, 他心里对夜商的感情变了, 他很感谢夜商对他的照顾。 这次的任务还真心雷, 还不知道天极缺和城竹府怎么处理这件事。 夜商喝了一口酒说道, 队长, 那里边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南黎月开口问道, 那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里边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 中间黑暗能量翻滚, 周边全是攀爬的黑暗妖兽。 夜商开口说道, 那就可能是很大的地穴, 异度空间或者是空间裂缝。 侯健思考了一下说道, 跟我想的一样, 一定是特殊的空间, 面积会很大。 夜商点点头, 任务完结了, 夜商心里虽然有完成任务的轻松, 但也有对局面的担忧, 非暗生物太多, 中间还有死亡属性的腐尸和丧尸, 这很不好解决, 是一个大危机。 队长是不是有些担心, 南黎月看着夜商问道, 是啊, 我们算是死阶中比较强的一批人, 我们都不行, 将来不知道有多少修炼者要死在这场劫难中。 夜商叹口气说道, 队长想多了, 尊者不能出来探查, 是因为要躲避玉界海和天空能量交集的区域, 要高空飞行, 而高空飞行又无法发现玉界海的海面情况, 我们这次有了方向, 有了距离, 等于有了定位, 尊者可以直接飞行到那海岛上去解决问题, 所以估计是没我们什么事。 侯健开口说道, 现在侯健四人都称呼夜商为队长, 几人是心悦诚服, 夜商这个队长真的做得很好, 该做的做到, 不该做到的都做到了。 也是, 是我脑袋不够灵光, 尊者可以到达, 那就没什么问题, 是我瞎担心。 听了侯健的解释, 夜商心里敞亮了很多, 以后我们成立一个冒险小队, 反正我们以后也是要去其他欲去闯的。 南黎月开口说道, 行啊, 我同意, 侯健开口说道, 我们兄弟也没意见, 这个事就这么定下好了。 雷豹开口说道, 他可以代表雷征, 在夜商几人朝陵海城赶路的时候, 雷火来到了武灵飞的修炼处。 雷火汇报了夜商的情况, 就是关于夜商开辟神海, 并且神海内有防御的事情。 听了雷火的话, 武灵飞站起身来, 开辟神海。 四街开辟神海, 看来他的炼体功法很强悍, 这点也能理解, 以你的修为竟然被反正受伤, 这就不好解释。 属下见过灵魂防御灵气, 那伤不了属下, 但属下在探查夜商的神海的时候, 放出去的那股灵魂之力直接被震散掉, 是属下收拢得及时, 要不然受伤就很严重。 雷火欠欠身说道, 按照你说的情况, 他是处于放松状态下将你反正受伤, 应该是他神海内有着特殊的东西, 能够自主防御, 这东西的等级很高, 至于高到什么程度很难估算, 等他回来再说吧。 武灵飞开口说道, 是,雷火点点头, 夜商五人驾驭着舰船朝着领海城前行, 海面漂浮游动的黑暗生物几人都无视了。 只要解决根源问题, 这些黑暗生物不能给东悬域任何威胁, 连领海城都攻不破就会被消灭。 死里逃生的感觉, 还真是舒坦, 头剑一边喝酒一边说道, 哈哈, 确实比较刺激, 你们跑了, 我以为要和队长一起战死, 没想到一点伤没受, 我雷豹又生龙活虎地回来了。 雷豹拍着胸口说道, 那是队长舍命救我们, 如果队长不降落, 我们会被那些恶心的玩意儿撕成片, 撕成撕耳。 蓝黎月看着夜商感激地点点头, 你们不是认我这个朋友吗? 认, 那就别说客气话。 夜商笑笑说道, 我现在明白, 为什么我们同样的修为, 队长比我们强很多, 就跟我们南斗门的长老说的一样, 队长的修为完全是杀出来的。 蓝黎月看着夜商说道, 队长, 回去了, 你送九师姐五接的坐骑, 那九师姐一定是心欢勿放。 雷征笑着说道, 那是一定, 谁送我五接坐骑, 我也会心欢勿放, 以身相许都是有可能的, 相信九师姐也是一样。 蓝黎月也笑着说道, 第三百九十三章零非真容, 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九师姐的坐骑有些差劲, 所以要换, 等再抓到合适的坐骑, 就分给你们。 夜商笑笑说道, 队长你这话我可不信, 好坐骑, 你当是烂菜叶呢。 初简就简, 说抓就抓, 蓝黎月笑着说道, 这是真的, 我和雷豹他们去一度空间的时候, 我就抓了一头三接六级还没到成年期的虎鹰, 我给要鼓的一个朋友, 这次出来不又抓到了好坐骑。 夜商笑着说道, 好吧, 队长大人你威武, 你们三个听好了, 以后队长有好坐骑了, 我先来, 我不要, 你们才能抢。 南黎月开口说道, 凭什么, 猴剑不满意地看着南黎月, 凭我是女的行不行, 南黎月瞪着猴剑说道, 行, 猴剑转过头去, 他知道和南黎月斗嘴, 就没有赢得可能, 我们的雷鸟前职还是有的, 也不需要换, 雷豹摇摇头说道, 几人说说笑笑, 一天的时间就回到了临海城, 到了海岸县, 夜商几人发现局面跟前几天不一样, 临海城的城卫军, 还有修炼者已经将海岸县完全封锁, 夜商几人戴好面具, 这才出了剑船, 出了剑船后, 雷征将手环递给了夜商, 几位大人, 属下是天机缺临海城分部执法, 上边大人有令, 你们回来后, 直接回东玄城复命, 一个男子走到夜商几人身前欠身说道, 好, 夜商点点头, 回到了临海城, 在这个男子安排下, 也没用交零食, 几人坐着传送正回到了东玄城, 因为戴着面具, 不适合放出飞行妖兽招摇过市, 几人坐着售车到了天机缺, 天机缺的工作人员, 见到几人戴着的面具, 连忙欠身将夜商几人带到了雅间, 然后去通知上边, 很快的雷火, 后援和银雪三人都来到了雅间, 夜商几人也拿下了面具, 什么情况, 调查清楚了吗? 坐下之后的雷火开口问道, 夜商几人就将调查的情况说了一遍, 以及黑暗海岛所在的方位和距离, 不错, 这是你们的任务奖励, 每人两瓶灵泉灵液, 夜商, 猴剑, 南黎月你们是四阶巅峰修为, 不过不要忙着去突破, 灵泉灵液可以五阶后使用, 雷火拿出几个玉石瓶子分给了几人, 另外你们也不要离开东玄城, 也许还有什么任务, 雷火继续交代着, 本座的你们说一句, 找到地头就行, 何必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你们都是天级缺精英, 我们天级缺损失不起, 银雪看着几人说道, 是的, 只要知道了地点, 剩下的就有人处理, 你们确实不应该这么冒险, 以后记着点, 雷火也开口说道, 分缺主, 这是剑船的手环, 叶商将两个剑船的手环递给了雷火, 你们几个都去休息, 不想去客栈, 就去叶商那里混几天, 叶商你根本做离开一下, 雷火站起身说道, 随后雷火带着叶商再次到了武灵飞的修炼处, 接着汇报了黑暗岛屿的事情, 那你和后援走一趟看看, 注意点安全, 武灵飞开口交代着, 领命之后的雷火就离开了, 离开辟了神海是好事, 但玩不完善也是很重要的, 雷火根本做说了你的情况, 你神海内的重宝, 要注意保密, 要不然也是大麻烦, 武灵飞开口说道, 晚辈明白, 叶商点点头, 目前阶段, 你要将修炼重点放到天赋血脉上边, 将天赋血脉神通挖掘出来, 修炼者杀手锏很重要, 那是保命和翻盘的关键, 武灵飞开口说道, 最近第二个能量点有活动的趋势, 应该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激发, 另外这乾坤卓, 前辈收好, 叶商将乾坤卓帝还给了武灵飞, 李神海内的重宝, 也要多研究研究, 有自主意识宝物很难的, 能将雷火反阵受伤就更难的, 你能研究明白或许就多了防身的手段, 武灵飞开口提醒着叶商, 谢谢前辈指点, 叶商点点头, 不用紧张, 坐下说吧, 论功本做是你的上司, 论死我们也算是朋友, 武灵飞对着叶商摆摆手, 叶商点点头, 在身后的岩石上坐了下来, 本做希望你能答应一件事, 武灵飞开口说道, 前辈请讲, 叶商开口说道, 李出身太清育叶月王朝, 这点是可以确认的, 但本做还是希望你能当东玄域是你的家, 武灵飞一双秀幕看着叶商说道, 叶商能坐到, 这点请前辈放心, 叶商起身后对着武灵飞欠欠身, 坐下, 我们随意地聊就行, 本做就跟你发发牢骚, 武灵飞对着叶商摆摆手, 前辈可以随意, 晚辈听着, 叶商拿出一坛酒, 递给了武灵飞, 右手拿着酒坛, 武灵飞左手摸着自己的金色面具思考着, 思考了一阵子, 左手一挥将金色的面具摘下, 美, 令人窒息的美, 带着冷意, 带着令人无法亵渎的美, 美得像一首诗, 标准的瓜子脸, 晶莹的双眸似水, 顾盼之间让人无法直视, 本做就没有真容试人过, 你是第一个吧, 武灵飞打开酒坛, 给自己道了一碗酒后说道, 叶商站起身来, 心中极为震惊, 他竟然是第一个见到武灵飞真容的人, 坐下, 因为你年轻, 对什么事都不了解, 所以本做在你面前说话没有什么顾忌, 东玄域的修炼者整体水准低, 这些年本做一直顶着, 不让其他八玉入侵, 本做很累, 而你的出现, 让本做看到了希望, 武灵飞喝了一口酒说道, 前辈严重了, 东玄域有雷火前辈, 银雪前辈等人呢, 晚辈只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小兵, 叶商站起身说道, 你不懂, 高手多纳会形成人多势众的场面, 但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 那是顶尖高手才能做到的, 而在你身上, 本做看到了希望, 当然了, 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武灵飞叹了一口气说道, 晚辈一定会努力, 不会让前辈失望, 叶商能感觉到武灵飞眼神中的期待, 你现在所经历的, 所见识的, 只是大千世界中一点点, 这世界很大很疯狂, 你不知道的太多, 武灵飞摇摇头说道, 第三百九十四张空间能量, 叶商点头思考着, 他一直没想过太多, 就是想着抓紧提升修为, 你的潜力大, 修为提升起来, 做同级中的无敌者没问题, 以后修炼上有什么不明白的, 或者有什么需要本做帮忙的, 就来找本做, 武灵飞喝了一口酒说道, 叶商真的很感谢前辈的照顾, 如果前辈有什么需要叶商做的, 就通知一声, 叶商开口说道, 这样, 你别前辈前辈的称呼, 以后就喊本做一声飞移, 本做就喊你的名字, 武灵飞对着叶商说道, 飞移, 叶商对着武灵飞弯身见礼, 这次的见礼跟以往有着意义上的不同, 你这里飞移收了, 这是飞移送你的见面礼, 武灵飞拿出了一块深灰色的金石递给了叶商, 飞移这是什么, 叶商也没客气, 伸手接过了灰色的金石, 这是武灵飞的见面礼, 不收不合适的, 这是空间金石, 跟传送阵使用的空间水晶不一样, 这个空间金石中的能量, 可以吸纳了修炼, 你天赋血脉蕴含空间之力, 你试试能不能吸纳这个能量, 来提升天赋血脉的强度, 武灵飞给叶商解释着, 那等我回去后就试试看, 飞移, 这是我送您的, 叶商拿出了两瓶本源灵液币给了武灵飞, 武灵飞接过后, 就打开了瓶子看了一下, 这是水属性的本源灵液, 包容性很强, 适合所有的修炼者, 不过我使用灵石修炼是一样, 这个你留着吧, 飞移, 您就收着, 另外您说使用灵石修炼, 我这里还有灵石, 叶商开口说道, 呵呵, 你还挺大方, 不过有些是你不了解, 飞移修炼使用的是上品灵石, 甚至说需要几品灵石, 你那点家底如果我使用, 估计几天就消耗光, 武灵飞笑着说道, 他就是喜欢夜商这种你对我好, 那我一定更你对你好的态度和性格, 急挺灵石, 我还真有一些, 夜商手臂一扬, 百块急挺灵石就出现在武灵飞的身前, 这么多, 你哪里来的这么多急挺金石, 看着一小堆而急挺灵石散发着刺眼的光芒, 武灵飞有些诧异的问道, 我在一度空间得到的, 就是拿到水属性本源石那里挖到的, 夜商开口说道, 急挺灵石一直以来都是极为稀少的东西, 哪怕是用高比例的上品金石去换, 也换不到, 你却一下就拿出这个多, 赶紧收起来, 飞移不能收你的, 武灵飞摇摇头说道, 飞移您就收下, 我还有的, 上次我真的弄到了不少, 夜商笑笑说道, 武灵飞想想就将金石收了起来, 见到你之后, 飞移的前进之路似乎顺畅了很多, 首先折磨了飞移很久的伤痛问题解决了, 另外就是瓶颈, 困扰了无数年的瓶颈也松动开来, 随时有跨越的趋势, 难道这就是宿命? 收起了临时的武灵飞有些感慨, 飞移严重了, 夜商摇摇头说道, 你现在一身重宝, 所以要小心, 至于你的神海, 飞移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你开辟了神海, 有灵魂之力就自己去用灵魂之力研究, 武灵飞看着夜商再次开口提醒着, 夜商明白, 那我就先回去了, 夜商点点头, 他知道武灵飞是真心为他好, 也投入了很大的期望, 武灵飞手臂一挥, 再次将一道旋御灵气打入夜商体内, 这道灵气不许你练话, 有这道灵气在, 飞移随时都能找到你, 夜商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因为他已经炼化了武灵飞两道旋御灵气, 随后夜商驾驭着天宇就回到了清新小住, 清新小住内, 侯见四人正和杨磊司空出雨聊天呢, 队长回来了, 那位大人拉着你跑去哪里, 这么久, 南黎月开口问道, 去见了一位大人, 你们四个家伙, 就在我这里好好地待几天, 夜商坐下了说道, 那是一定, 黑暗岛屿的事情我们不用操心, 但是这么多黑暗生物出现, 估计还是会有任务发布的, 侯见开口说道, 那再有任务, 我们也去接, 杨磊这边给夜商呆倒了一杯茶后说道, 九师姐, 我担心发布的是天极圈内部任务, 你和初愚姐恐怕接不成, 雷征开口说道, 很抱歉, 九师姐我也是天极圈的巡查, 杨磊拿出了自己的巡查权杖晃了一下, 侯见四人都是天极圈的人, 最低也是巡查, 所以没有隐瞒的必要, 九师姐, 这是我雷征是人不明, 小瞧您了, 那初愚姐自己在这里不是很无聊, 雷征看向了司空初愚, 真的不想打击你, 可事实上只能抱歉, 司空初愚也拿出了自己的巡查权杖, 你哪里是世人不明, 你是眼瞎, 南黎月大笑着说道, 好吧, 我承认我眼瞎, 雷征揉着额头说道, 九师姐, 我这里有礼物送你, 叶商将装着黑羽鹰的巡兽水晶拿了出来, 接着将黑羽鹰放出, 黑羽鹰出来后, 在低空一个小盘旋后, 落到了叶商的身前, 五阶修为的黑暗属性飞行妖兽, 杨磊有些震惊地看着叶商, 是的, 喜欢吗? 叶商开口问道, 神俊, 喜欢啊, 怎么会不喜欢? 杨磊有些兴奋地说道, 叶商点点头将杨磊拉到自己身前, 然后跟黑暗羽鹰交流着, 首先是跟黑羽鹰说了自己和杨磊的关系, 证明自己不是抛弃了他, 以后还会在一起并肩作战, 然后才将巡兽水晶递给了杨磊, 杨磊拿着巡兽水晶伸手摸着黑羽鹰的头, 眼里满是欣喜, 喜欢就好, 多和他交流, 以后就能如必食指的使用, 他提升到五阶巅峰是没问题的, 需要的就是时间和能量罢了, 叶商开口说道, 很好, 这下九师姐的青雕可以送去养老, 司空初语笑着说道, 这段时间杨磊的坐骑跟不上节奏, 司空初语也是看在眼里的, 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也是跟着高兴, 九师姐你给他们几个安排一下客房, 我去修炼, 有点事情要研究明白, 叶商对着杨磊点点头后, 起身朝着主楼的修炼密室走去, 这都分神巅峰了, 还去修炼一下, 真是要命, 南黎月有些感慨帝说道, 第395章激发天赋, 叶商主要是想试试五菱飞给他的空间金石有没有作用, 坐在修炼密室内, 叶商双手捧着空间金石就开始了修炼, 零石和金石是有区别的, 蕴含的能量也不同, 零石蕴含的能量是普通能量, 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 但带有属性的金石就极为稀有, 可以说是十分罕见, 叶商对于属性方面的知识, 也多少了解一些, 知道空间属性的金石是极为难得的, 五菱飞给他的空间金石有双全大小, 与极品零石大出很多, 双手捧着这块金石, 叶商运转着万道宝点能量和真气, 开始了修炼, 随后叶商发现万道宝点的能量和真气都不能引起空间金石的反应, 停止了修炼, 叶商思考了一下, 收了万道宝点的能量, 也停止了真气的运行, 接着就催动了龙骨下边天赋血脉能量点, 激发了天赋血脉能量, 然后用天赋血脉能量去触碰空间金石, 随着叶商将天赋血脉能量运转到双手, 空间金石有反应了, 精纯的能量进入了叶商的身体, 有能量进入到身躯, 叶商连忙用天赋血脉能量去炼化, 能汲取进入身躯, 那炼化也自然不是问题, 叶商天赋血脉的能量很顺利地就将进入身躯空间能量炼化, 随后叶商的修炼就轻松起来, 正气万道宝典的修炼和汲取空间能量修炼冲突, 叶商就修炼灵魂之力, 将灵魂之力的修炼和空间能量的汲取同时进行, 修炼了一个时辰, 叶商发现自己天赋能量点有点接近饱和的趋势, 就停止了修炼, 看了一下稍微有一点点颜色变浅的空间金石, 叶商就开始用第一个天赋血脉能量点的能量去触碰第二个能量点, 随着叶商控制的天赋血脉能量轰击在第二个空间能量点上, 第二个天赋血脉能量点被激发, 能量和第一个能量点的能量汇合到了一起, 这使得叶商能控制的天赋血脉能量茁壮起来, 借着叶商拿着空间金石继续修炼, 修炼了一天, 叶商才出门, 他的第二个天赋血脉能量点也强化完毕, 至少现在他能施展的天赋血脉能量是以前的两倍以上, 空间金石的消耗一部分能量, 到了院子里, 叶商摇晃了一下脖颈, 直接运行两个天赋血脉能量点的能量施展了空间裂, 撕, 一道空间能量展发出去, 将院子摆着的一个青石雕丛中间切成了两半, 而且没有什么爆裂的声音出现, 叶商兴奋地挥动了一下手臂, 这空间裂的威力太凶残, 几乎是无法防御, 因为速度太快, 隐蔽性也强, 你搞什么呢, 咦, 杨磊从他的阁楼内走出来, 看到了被劈成两半的石雕顿石愣住, 他们几个人呢, 叶商灵魂之力运转, 探查了一下, 没发现猴见他们几人在宅子内, 出去完了, 他们就不是能安静待下来的人, 杨磊开口说道, 叶商和杨磊闲聊着, 随后司空出雨也出来了, 三人一起喝茶一起聊天, 叶商的心情很好, 两个天赋能量点解决了, 接下来可以去研究第三个天赋能量点, 不过遗憾的就是空间金石消耗的比较快, 强化了两个天赋血脉能量点后, 空间金石的能量就消耗了一半, 按照这个消耗和进度计算, 叶商觉得自己还能强化一个能量点, 第四个能量点无法完成, 喝了几杯茶叶商就开始修炼枪法, 继续加强万道宝典和蒸气转换速度, 以及三种能量发力技巧的转换, 经过这段时间的战斗, 叶商发现这两样技巧在战斗中很关键, 叶商修炼了一阵子, 猴见几人就回来了, 来, 今天买了一对很稀有的野味, 七色山鸡, 这玩意儿可是很难得, 味道好, 我今天主厨, 雷征提着一对七色山鸡说道, 叶商笑着点点头, 他对飞禽类野味比较有兴趣, 大家喝了点酒后, 叶商就继续开始了修炼, 他要尽快地将天赋血脉的能量点激发, 目前汲取空间晶石的修炼, 他无法兼顾蒸气和万道宝典的修炼, 蒸气还好说, 自主凝炼就可以, 但是万道宝典的修炼叶商耽误不起, 盘膝坐下叶商没有直接去汲取空间能量, 而是控制着前边两个天赋能量点的能量去刺激第三个天赋血脉能量点, 时间一点的流逝, 叶商龙骨之下的第三个天赋血脉能量点慢慢地松动, 用了两天的时间, 第三个天赋能量点被叶商成功激发, 随后叶商拿出了空间晶石, 汲取其中空间能量, 去强化第三个天赋能点内的空间之力, 当第三个天赋血脉能量内的空间之力被叶商强化完毕, 空间晶石也变成了透明的石头, 没有一点点能量, 丢掉了手里的费晶石, 叶商站起身来, 随着停止修炼, 叶商发现了令他欣喜万分的事情, 三个天赋血脉能量点内的能量能自主运转, 在三个能量点之间游走形成了一个回圈, 开始汲取天地间的能量自主修炼, 同时将汲取来的能量朝着第四个天赋血脉的能量点冲去, 这让叶商知道, 第四个天赋能量点的激发也是就是时间的问题, 伸展了一下腰身, 叶商就出了修炼密室, 队长你不需要这样吧, 看见叶商出来, 南黎月开口说道, 我怎么了, 不, 冷落你们了这是我的不对, 叶商歉意地说道, 不是这个, 你现在都这么强了, 还这么努力, 你让我们情何以堪, 南黎月苦笑着说道, 我最近有点困扰, 刚刚解决掉, 叶商笑着说道, 另外队长你没出去, 你是不知道, 现在黑暗生物的事情问题很严重, 头剑开口说道, 有任务下来, 叶商开口问道, 没有, 我只是听说的, 是江海城那边出现了大量的黑暗生物, 防御也出了问题, 黑暗生物已经长驱直入, 据说还有尊者级的黑暗生物, 头剑开口说道, 尊者级的黑暗生物, 这不是要乱套吗, 叶商有些担心地说道, 该头疼的是新云门, 那边是他们的区域, 他们是跟队长的色吗, 弄死他们才好, 雷豹开口说道, 第396章需要征战, 这是两码事, 新云门是与我和药谷有仇怨, 但那区域的百姓是无辜的, 如果问题不解决, 这就是人类的灾难, 叶商摇摇头说道, 叶商, 你没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这是好事, 我们是和新云门有仇, 但也不需要借助黑暗生物的力量, 要打他们, 我们自己打, 杨磊开口说道, 那怎么没有任务下来呢, 叶商有点纳门地问道, 可能觉得不需要我们出手吧, 我们是尖刀, 当然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雷豹很自信地说道, 跟几人聊了一会, 叶商驾驭着天宇来到了天极缺, 还有点距离, 叶商下了天宇, 戴上了面具, 戴着面具叶商到天极缺方便, 直接到了顶层, 在顶层叶商见到了银雪, 雷火和后援不在, 来了, 坐, 银雪指了指自己对面的椅子说道, 银雪前辈, 现在局面很恶劣, 叶商开口问道, 是的, 你们探查过的地方, 雷富分缺主和城主府的人去了, 还没有回来, 后长老和另外的人去了江海城, 目前江海城的问题很严重, 有尊者级黑暗生物入侵, 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越过玉界海的, 银雪开口说道, 那问题很严重, 尊者级的黑暗生物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难, 叶商开口说道, 不用担心, 一个尊者级的黑暗生物闹不起什么大风浪, 主要还是源头问题, 现在我们怀疑, 这次的风波源头是一个, 只是通道不同, 银雪给叶商解释着,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 叶商开口询问着, 不需要, 有需要就会通知你们, 还是等雷富分缺主和侯长老回来再说, 银雪摇摇头, 叶商点点头, 他明白现在局面扑得很大, 还没有具体的部署, 你还是继续沉淀修为, 暂时不着急紧接, 另外你有什么需要就跟我们说, 只要天极缺能做到的,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你现在对天极缺来说, 是核心中的核心, 银雪开口说道, 那还真有需求, 不过我可以交换, 叶商犹豫了一下, 觉得如果还有空间精实的话, 那对自己天赋血脉能量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别这么客气, 你说吧, 银雪笑笑说道, 他了解叶商, 知道叶商不是那种贪得无厌的人, 即便是有什么需要, 也是通过自己努力或者是交换, 空间精实, 蕴含空间能量的精实, 叶商开口说道, 好的, 本做晚一点去仓库查询一下, 如果冬悬运没有, 那就给总部传信, 银雪开口说道, 随后叶商就离开了天极缺, 在大街上溜达了一圈, 买了一些小吃这才回到宅子, 队长, 你弄吃的做什么, 你去天极缺询问到什么消息没有, 雷豹开口问道, 他们是知道叶商去天极缺打探消息的事, 叶商点点头, 就将自己打听到的情况说了一遍, 那我们就安静等候消息好了, 另外我打算最近闭关去冲击问虚静, 头剑开口说道, 头剑, 你这个时候突破不合适, 如果是异度空间, 那没准空间通道就有限制, 四阶修炼者能做的事, 五阶不见的能做, 蓝黎月开口说道, 也对, 那我就再继续沉淀, 头剑点点头, 空间通道一般都有能量限制这是尝试, 修为有瓶颈, 到了一定程度就无法提升, 但是战绩实战能力的提升是无止境的, 你们都各个大势力的精英, 可以互相交流, 互相印证来提升自己实力, 叶商开口说着自己的意见, 叶商的想法, 得到了侯剑四人的回应, 随后就都去切磋修炼, 都将自己能量发力技巧感物拿出来交流, 杨磊这边一直和黑羽鹰交流, 得到了飞行妖兽, 交流也是很重要的, 叶商没修炼实战, 一直打坐打磨真气, 修炼万道宝典, 修炼灵魂之力, 以及天赋血脉能量的修炼, 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 叶商万道宝典的修为提升到了 皈夷境五级巅峰, 进入六级也就是最近几天的事情, 另外叶商还进行着虚无天命珠的润养, 这是他身上最大的重宝, 可以说那是一个世界核心, 拥有了虚无天命珠就等于拥有了虚煞空间, 修炼了几天, 叶商的万道宝典的修为也如愿地提升到了 皈夷境六级, 这天雷火三人也来到了叶商的宅子, 你们几个小家伙都在, 这很好, 又到了你们出手的时候, 雷火坐下了说道, 需要我们做什么, 叶商开口问道, 你们探查到的那个黑暗海岛, 本座和其他人去过, 江岛上的黑暗生物也全部灭杀掉, 并建立了据点, 不过那通道内部的事情, 解决不掉, 雷火开口说道, 随后雷火给几人详细地解释了一下, 当前的局势, 黑暗海岛的地坑下边有着一个空间通道, 五阶之上的修炼进入, 直接引发了强烈的能量反弹, 尊者更不行, 后来天极缺派进去了四阶的修炼者, 四阶的修炼者是可以进入, 但是在里边立足不了, 里边黑暗生物太多, 侥幸逃出来的, 什么都没探查到, 也就是说, 需要我们杀进去, 继续探查情况对吧, 叶商开口说道, 怎么说呢, 这次不是强制性的任务, 完全是自愿, 毕竟这太危险, 后员看着叶商几人说道, 你们几个什么意见, 叶商看着喉剑几人问道, 我听队长的意思, 南黎月开口说道, 我们兄弟也是看队长的决定, 雷豹和雷争也做出了决定, 我也是一样, 队长怎么决定, 我就怎么跟着, 头剑开口说道, 我是决定去, 怎么说呢, 我们生活在东悬域, 这里就是我们家的, 现在东悬域有危机, 我们能出力必须出力, 这样才能问心无愧, 叶商开口说道, 既然你们决定去, 那我们天极缺也会有一些安排, 会给你做最万全的准备, 雷火开口说道, 另外这也是机缘, 要知道那也是未经探索的小世界, 有危险也有机缘, 银雪笑着说道, 第397章至深险地, 机缘, 我们进去是为东悬域的安危而战好吧, 南黎月看了银雪一眼说道, 是本座说的不对, 不该这么说, 银雪笑着说道, 这是咱们天极缺炼器宗师炼制的防御手环, 能量激发后可以保护你们一段时间, 如果是尊者出奇的强度攻击, 能抵挡两次, 如果是五阶强度的攻击, 那能顶住半斩茶的时间, 四阶的攻击就不说了, 不过这个能量防御照只能尊在一刻中, 然后自动消失, 雷火拿出了几个防御手环, 可惜我们五阶的修为又去不了, 杨磊有些纠结地说道, 你们想要赚积分的话, 也可以去, 可以清理从黑暗空洞内爬出来的黑暗生物, 还可以在外边等候夜商几人, 正好本座这里还有两个手环, 你们是天极缺的五阶巡查, 也是需要重点保护的, 雷火将两个防御手环递给了杨磊和司空出雨, 什么时候出发, 夜商开口问道, 看你们, 你们准备好, 咱们就可以出发, 这次还是本座送你们过去, 雷火开口说道, 随后夜商几人对视一眼, 大家都没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戴好面具, 我们出发, 雷火站起身后说道, 听了雷火的安排, 夜商七人就将面具戴好, 雷火点点头, 手臂一挥能量包裹着几人就离开了清新小柱, 片刻后就来到了传送阵, 雷火对着看守传送阵的守卫, 挥动了一下权杖, 也没交零食, 带着几人直接传送到了临海城, 出了传送阵, 夜商等人发现, 临海城内人来人往的都是修炼者, 现在隶属东悬城管辖的城池, 直属人马都派了一些过来, 江海城那边人马更多, 那边的情况恶劣不说, 还没有调查出原因, 东悬城的几个尊者级别长老都过去了, 应该闹不出什么风波的, 除非这黑暗空间是极为特殊的大型空间, 是可以堪比一遇的空间, 能产生尊者及黑暗生物多, 不过这个可能性很小, 雷火带着几人一边前行一边说道, 夜商几人点点头, 因为雷火说的可能性太低, 九玉十八周原本是一个大型世界, 是很多小世界和空间的核心点, 即便是破碎成九玉十八周, 也是大型世界, 不是小空间和小世界可以相比的, 离开了传送镇一段距离, 让夜商几人透透气后, 雷火能量裹着几人再次开始了飞行, 这次是极限高空飞行, 这次要跨越玉界海, 雷火不能在玉界海和天空能量漩涡交汇的区域飞行, 那是找死的行为, 夜商几人只能看见外边的风云飘动, 场景变化, 一个时辰左右, 雷火带着几人降落了, 降落到了黑暗岛屿上, 是直接落到了夜商几人战斗的那个山巅, 这里, 这里记忆犹新啊, 差一点就被弄死在这里, 雷火松开可能量束缚后, 雷征摇晃了一下脖子说道, 黑暗生物都不见了, 这么快就清理干净, 头剑有些些差异地说道, 李这智商适应商, 我们几个杀当然难度大, 尊者来了, 一巴掌拍死一片, 那清理出来还有难度吗? 南黎玉笑着说道, 夜商, 这里就是你们战斗过的地方, 刺空出语开口说道, 是的, 就在这里差一点被围杀, 夜商笑笑说道, 好了, 到那边宿营后, 你们单独一个区域, 你们身份还是要保密的, 雷火开口说道, 林柏, 夜商几人对着雷火欠欠身, 随后雷火带着几人到了黑坑附近, 目前黑坑附近被黑铁卫包围, 包围着的黑铁卫不断地出手, 将从黑坑内爬出来的黑暗生物击杀, 雷火带着夜商几人到了离着黑坑两里远的地方, 你们就在这里素赢, 本座和城主府的人交流下以下, 对着几人交代了几句, 雷火就离开了, 去跟城主府和天极缺的人交流, 夜商几人支撑着兽皮帐篷, 开始速赢, 夜商, 司空出于何杨磊一个帐篷, 侯剑, 雷豹和雷征一个帐篷, 南黎月一个帐篷, 都弄好了之后, 大家都到夜商的帐篷内会合, 我们的身份需要保密, 带着面具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不方便, 我们将来每个人都需要弄个代号, 雷豹开口说道, 这个是等我们回来再说, 九师姐出于你们两人千万要注意安全, 夜商看着杨磊和司空出于开口说道, 你别说我们两个, 你进去下边才是危险, 记住了自身安全是第一位的, 打不过就跑, 司空出于开口说道, 我记着, 你们放心吧, 夜商点点头, 你要真记得, 杨磊用力地捶了一下夜商的肩膀, 转身摘下面具擦了一下眼角, 九师姐放心, 我们会看着他的, 雷征开口说道, 片刻之后, 雷火带着穿着一身白色战袍, 带着红色披风的秦男到了帐篷,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城主府的秦大统领, 目前全面负责这里的事, 雷火开口说道, 见过大统领, 夜商几人拱拱手打着招呼, 大家不需要客气, 接下来的事情还要仰仗你们, 还要让你们冒风险, 秦男拱手回礼说道, 秦统领, 这两位巡察是五届的修为, 不能进入黑暗空洞, 就协助你们看守黑暗空洞吧, 雷火指了指杨磊和司空出语开口说道, 杜谢天极缺的元首, 秦男再次对着几人拱拱手,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夜商看着秦男问道, 随时可以, 秦男开口说道, 雷復分阁主, 那我们就出发, 夜商对着雷火拱拱手开口说道, 记住关键的一点, 安全第一, 要逐步推进不能冒失, 不管里边多危险只要你们退出来, 那就是安全的, 雷火开口交代着, 没错, 情况你们也清楚, 里边有海量的黑暗生物, 你们进去就是开杀, 累了就退回来, 然后再去进去, 我们不急于一时, 秦男也开口补充着, 对, 我们不急于一时, 你们稳扎稳打, 雷火也点点头,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遇见好几头五阶的黑暗生物, 我们进入通道五阶黑暗生物不会很多吧, 南黎月开口问道, 黑暗通道内五阶的黑暗生物确实很多, 所谓危险性大, 秦男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因为这件事确实让夜商等人置身险地, 第三百九十八章站稳脚跟, 队长, 这是要命的节奏, 雷豹开口说道, 那也得拼啊, 现在说不去, 太丢人, 猴剑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好了, 我们不一定要死拼, 不行我们就撤退, 然后再想办法, 夜商看着雷豹几人说道, 随后在雷火和秦男的带领下, 夜商五人来到了黑坑的底部, 那是一个充满了黑暗能量的洞穴, 此时还有着浓郁的黑暗能量朝着这边冲击, 你们进去后, 瞬间就会面临着黑暗生物的攻击, 你们能站就站, 不能站就后退, 秦男一边说话, 一边挥手, 将从地坑内冲出来的黑暗生物全部拍死, 你们四个在外边等着, 我先进去, 等一会儿我没回来你们再见, 夜商右手后仰, 抽出了后背的轮回枪, 夜商是可以将轮回枪, 轮回枪收尽储物戒指的, 但他没那么做, 他喜欢枪跟自己在一起的感觉, 轮回枪在身他就觉得踏实, 对着阳磊和司空出雨点点头, 夜商撑起护身气罩, 躲开冲出来的黑暗生物, 就朝着洞穴内冲去, 黑暗能量的冲击, 让夜商很不习惯, 不过还好对他没有什么压制, 冲了五六丈的距离左右, 夜商面前豁然开朗, 他进入这个特殊的空间, 在冲出来的瞬间, 夜商就感觉到进风袭体, 已经有黑暗生物开始对着他攻击, 夜商轮回枪挥动, 大开大合就开始无差别攻击, 随着夜商轮回枪挥动, 霹雳啪啦的爆响声传出, 围攻夜商的黑暗生物全部被抽飞, 紧接着夜商脚下一动, 七星耀跃枪就挥洒开来, 不断对着黑暗生物开始进攻, 稳住了脚跟, 夜商也有时间去看眼前情况, 这里是一个峡谷, 峡谷内有着数千黑暗生物, 修为还是三阶, 四阶居多, 在比较远的峡谷入口处, 有两头五阶的黑暗暴熊在慢慢地游荡, 情况不严重, 夜商最担心的就是无法立足, 刚进来就被打出去, 现在这方面的问题不大, 就是杀就可以了, 夜商这边轮回枪每次挥洒, 都会带走黑暗生物的生命, 在夜商这边疯狂战斗的时候, 侯见几人也进来, 从夜商后边两侧开始战斗, 这数量很大, 不过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南黎月一边战斗一边说道, 注意点峡谷入口处的那两头超过五阶的黑暴暴熊, 别被突然攻击到, 夜商随后一枪将攻击南黎月侧面的一头黑暗妖狼杀死后说道, 是, 队长你也小心点, 南黎月开口说道, 不是很严重, 那前段时间, 外边海岛上怎么那么多黑暗生物呢? 雷征有些不解地问道, 笨啊, 那不是一天两天爬过去的, 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积累的。 侯见开口说道, 咱们不差时间, 就稳步推进, 现在的情况比上次好得多, 最起码我们有一个能跑的路, 累了坚持不住我们就回通道内, 我就不幸杀不完。 夜商一边战斗一边安排着, 这次夜商压力不大, 因为无后顾之忧, 有后退的落脚点, 有一个扎实的安全点, 不行就退出去再进来。 几人奋战了两刻钟, 夜商发现雷征和雷暴的状态有些不佳就下达了后退的命令, 毕竟两人是分神六级, 还没到分神后期, 长时间高强度的战斗还是很难坚持。 夜商最后一个退回到空间通道口内的, 回到空间通道口, 夜商发现, 在通道口附近聚集了不少人, 六七个夜商看不清修为的黑铁位站在这里, 这是在夜商几人进入后, 在秦南的安排下, 将防线放到了空间空洞附近。 什么情况, 见夜商出来, 雷火上前开口问道, 他身后是戴着面具, 但眼神中满是担心的杨磊和司空出语。 那边的黑暗生物是很多, 我们要慢慢杀, 刚才消耗大, 我们就先撤了回来。 夜商开口说道, 好, 能顶住就好, 前几次进去的人, 没等立足稳, 就被杀回来, 这样请统领安排一对四阶巅峰的人马, 等夜商他们几人立足稳了, 跟着进去杀。 雷火开口说道, 这没问题, 以前的危机在于进去了就被杀回来, 根本站不住脚, 不清楚是什么情况, 现在情况明朗就好办。 秦南点点头, 前几天, 因为要小心谨慎, 雷火和秦南都是派出单一的人, 或者是几人组队进去, 但他们没有夜商这样能顶住群战压力的实力, 进去就被打出来, 情况都没有摸清, 主要是运气差了一些, 当时有五阶的黑暗生物堵着空间通道口, 当时堵路的五阶黑暗生物已经冲出通道口, 被灭杀掉, 这也是夜商几人进去顺利站稳脚跟的原因。 还是有潜在的危机, 我发现了四头五阶的黑暗生物, 有三头是五阶出奇, 另外一头看不出修为。 夜商说出了问题的难点, 刚才战斗的时候, 夜商发现了除了两头五阶的黑暗暴熊, 在离着空间通道口比较远的位置还有五阶黑暗生物。 四头五阶黑暗生物, 这比较麻烦。 雷火沉吟了一句说道, 如果是一头五阶出奇的黑暗生物, 那我可以试试, 可现在没有单挑的机会, 五阶的黑暗生物战斗力强, 想要瞬间击杀不可能, 一旦动静过大, 其他的五阶黑暗生物就会出手。 夜商开口说道, 可这四头五阶黑暗生物不解决, 就是一个死局。 秦南开口说道, 情况还是很艰难, 不过好在你们几人能立足下来, 四阶的队伍还是要组建, 你试试可不可以让其他人顶住低阶的黑暗生物, 你们一头一头地吸引过来, 进行击杀。 雷火提出了一个方案, 不过还是要夜商你来承担风险, 你有跟五阶黑暗生物战斗的经验和能力, 其他人就不行。 秦南点点头说道, 夜商点点头, 目前这么安排是最合理的。 秦南随后就去集合人手, 这次他带来了不少人, 很快的一个三十人分神后期小队就集合了起来。 以前担心里边情况不明, 本统领不敢让你们进去, 现在天极缺的大人, 已经将里边的情况查明, 接下来就需要你们战斗。 秦南开口说道, 统领大人放心, 誓死奋战, 三十人的小队全部低声好了一句, 好, 现在开始他就是你们队长, 怎么称呼合适。 秦南将这三十人的统领许可全递交给了夜商。 夜商愣了一下, 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是不能说出自己名字的, 他在天极缺的身份是必须保密的。 第399章扼杀暴雄, 商, 这位是我们天极缺的商大人, 你们可以称呼十三大人。 雷火开口替夜商回答了, 队长, 三十穿着黑甲戴着血色披风的男子倩身说道, 十三大人,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秦南看着夜商问道, 他早就认出了夜商, 不过有些事知道就知道, 说出去就不合适。 有几句话要说, 你们跟我进去, 认我这个队长, 那我就要被你们安全负责, 对你们生命负责。 首先我被你们的要求就是要另行禁止, 说退就退, 最主要的一点是不允许抛弃任何一个同伴。 夜商开口说道, 是, 三十黑甲血衣铁卫都挺身领命, 除了雷火和秦南, 没有人知道这三十人不是普通的黑铁卫, 是城主府暗中培养出来的血衣卫中的一对, 是东悬城护卫队中的王牌, 在对金燕门的战斗中, 他们就曾经出手过。 随后夜商几人休息了一阵子, 我们先进, 你们稍等一会再进, 对着三十血衣卫交代了一声, 夜商提着轮回枪, 带着侯剑四人再次冲了进去。 进去之后, 夜商几人全力奋战, 将战线朝着前边推进, 给后边的人腾出落脚的地方。 随着夜商四人的全力战斗, 后边的空间就腾出来了一些。 这时候血衣卫的人也冲了进来, 不许脱离队伍, 五人一组, 团队作战, 不能冒进。 夜商这边一边战斗, 一边对血衣卫下达了战斗命令。 血衣卫进来后, 看到脚下, 看到附近的尸体都很吃惊, 这么多尸体, 证明这里经历过惨烈的战斗。 不过他们毕竟是训练有素, 吃惊只是瞬间的, 随后就组队开始了战斗。 战斗了半个时辰后, 夜商下了撤退的命令, 即便是没有第一次进来战斗那么强烈, 但是战斗了半个时辰, 消耗也是很大。 夜商五人是最后撤退的, 他也是最后一个退出去的。 怎么样, 雷火还是比较担心, 这就是一场消耗战, 我们无损战斗, 最后胜利的就是我们的。 夜商开口说道, 好, 你们继续拼, 资源不够, 你们就说一声, 城主府会最大力度地支持你们。 来人, 五套护身甲衣。 秦南对着后边的人喊了一句, 随后一个老者出现, 从橱物戒指内拿出了五套战甲递给夜商几人。 给他银色战甲, 雷火指了指夜商开口说了一句, 这个东玄城的资源总管看了看秦南, 因为天极缺的人还命令不到城主府, 此时雷火戴着的面具, 将标志性的头发也掩盖了起来。 大统领, 银色战甲是有备用, 但那是统领级的战甲, 不能轻易发放。 老者对着秦南说道, 拿, 秦南简单地吐出了一个字, 老者点点头, 就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件半身银色软甲, 递给了夜商。 这合适吗? 夜商拿着银色软甲问道, 合适, 你为东玄域战斗, 任何资源都有资格使用。 秦南开口说道, 杨磊上前将银色的软甲给夜商批上了, 也将银甲自带的披风给夜商戏好。 接着秦南又让这个东玄城的物资总管, 给几人发放了一些丹药资源。 休息了一会儿, 夜商再次带着人开始了奋战。 接下来半个时辰一趟, 夜商带着侯剑四人以及三十血依卫, 就在黑暗空间内拼杀。 在一次冲杀的时候, 一头五截的黑暗暴雄动了, 朝着夜商这边飞来。 黑铁卫的兄弟进行防御, 猴见你们阻断这家伙的退路, 我来收拾他他。 夜商拿出了自己一直缠绕着冰胶巾的两根穿天矛, 抓着一根对着从空中飞过来的黑暗暴雄飙射出去, 他不知道这支队五是血依卫, 以为是黑铁卫中的精锐。 夜商这一穿天矛发射得很冷, 当黑暗暴雄发现的时候, 带着螺旋径穿天矛已经到了他的身前。 黑暗暴雄用力一爪, 就朝着穿天矛拍出去。 嗡, 穿天矛被黑暗暴雄是大力尘的一掌拍飞了, 不过因为有着冰胶巾的缠绕, 被拍出去之后, 又被夜商挖了回来。 接着夜商第二根又施展着螺旋径又发射出去。 发射完之后, 夜商身子闪动朝着黑暴暴雄冲去, 此时黑暴暴雄已经飞进夜商一行人开替出来的小圈子, 如果夜商不顶上去, 那很容易对其他人造成伤害。 这时候黑暴暴雄落地了, 一双带着黑暴能量的双爪, 朝着夜商标射出来穿天矛拍过去。 穿天矛再次被拍飞, 同时冰胶巾被黑暴暴雄抓在了爪子中, 就用力朝着身前拉, 要将夜商拉过去。 夜商身躯内腕道宝点的能量爆发, 将龙腾部施展到极限, 围绕着黑暴暴雄游走了两圈, 左手臂上绑着的冰胶巾也将黑暴暴雄缠绕住。 五阶和四阶最大的区别, 就是一个可以长久飞行, 一个不能, 如果黑暴暴雄要飞着战斗, 那夜商这些人就无奈了, 只能被动挨打, 所以夜商就不打算给黑暴暴雄飞起来的机会。 缠绕住黑暴暴雄, 夜商手臂发力将冰胶巾拉紧, 接着身子凌空跃起, 左手臂多余的冰胶巾就缠绕了黑暴雄的脖颈, 接着一个转身右脚踩着黑暴暴雄的腰部, 左脚踩着黑暴暴雄的后背, 将冰胶巾紧紧紧地勒进黑暴暴雄的脖子。 夜商这一用力, 黑暴暴雄就难受了, 冰胶巾狠细直接勒进了他的脖颈, 这让黑暴暴雄想将冰胶巾抓住, 解放脖颈也做不到。 夜商这边低吼着, 左臂用力将冰胶巾拉得死死的, 接着右手挥动轮回枪, 一用力就从黑暴暴雄的后背心插进去, 而此时黑暴暴雄刚刚将脖颈的冰胶巾拉松一点。 一枪插进去两尺, 夜商低吼一声, 右臂二次发力再次用力一捅, 轮回枪半个枪身都插进了黑暴暴雄身躯, 插到了黑暴暴雄的心脏。 撤退, 稳稳撤退, 夜商下达了撤退命令, 同时轮回枪上的震荡劲爆发, 震碎了黑暴暴雄的心脏, 接着靠到了黑暴暴雄的后背, 肩膀一用力就将还在挣扎的黑暴暴雄抗了起来, 身子旋转着抵挡进攻上来的黑暴生物。 夜商这边看到猴剑四人, 还有血衣味都退了, 自己扛着还在挣扎舞动的黑暴暴雄跑进了空间通道。 第四百张被轰击了, 夜叙, 找死, 一声低吼, 一道刀芒就朝着夜商劈来。 助手, 一个身影挡在夜商身前, 挥手将这道刀芒挡住, 认真看着点, 是人是兽, 你看不清啊。 夜商将暴雄举起来伸出脑袋, 有些火大的好了一句, 差一点被自己人一刀砍了, 他心里确实有点怒。 抱歉, 我只是看到一头暴雄出来, 没看见有人。 这个出刀的中年男子歉意说道, 好了, 十三大人你也别生气, 这大家伙太大, 你扛着他, 不注意的话, 真看不见下边有人。 替夜商挡住了一刀的秦男开口说道, 夜商肩膀一用力, 就将还在挣扎的黑暗暴雄丢在了地上, 右手一抖抽出了自己的轮回枪。 来人, 将这家伙拉下去, 晚上给兄弟们加餐, 好材料都给十三大人留着。 秦男对着一边的黑铁卫挥挥手, 黑铁卫过来将冰交金拿开币给了夜商, 几个人抬着暴雄离开, 这高两丈多, 体重将近一两万斤的黑暗暴雄, 夜商能一个人扛着跑, 其他人还是不行的。 比这家伙还真是残暴, 五接二级的黑暴雄就被你这么弄死了, 刚才本统领也认为是黑暗妖兽冲出来。 秦男笑着说道, 这家伙有点笨,就侥幸得手了, 兄弟们休息,今天不去了。 夜商看看天色说道, 是, 且一位三十人多大好了一生, 接着夜商几人就回到了帐篷休息, 这一天一直高强度的战斗, 确实挺累的。 司空出于给夜商几人泡了茶, 队长, 现在对我们来说, 只有五接黑暗生物是危机。 侯健开口说道, 不要紧, 不行我们就跑回来, 打不过就跑, 我们还有防御手环, 不会有太大危险。 夜商开口说道, 聊了一会儿, 接着几人各自回自己的帐篷休息, 因为明天还要继续战斗。 此时在最大的帐篷内, 雷火和秦男两人正对面坐着。 那家伙确实强, 属下询问过血衣味, 他完全是单挑虐死的黑暗暴雄, 他的力量强大, 简直就是人形凶兽。 秦男开口说道, 是的, 今天他扛着还在挣扎的黑暗暴雄出来, 如果不是注意到黑暗暴雄气息很弱, 本作也差一点出手。 雷火也深有感触地说了一句, 他能震住场面, 是大好事, 或许这就是同阶无敌者的价值, 要不然我们不知道要有多大的损失才能稳住震脚, 可我们的血衣味损失不息。 秦男开口说道, 血衣味在同阶中战斗没任何问题, 但是想越挤越阶战斗还不够。 雷火点点头, 现在踏实很多, 秦男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夜商这边休息了一夜, 也没管带血的战甲和战衣, 出了帐篷就来到了坑底。 没问题吧, 如果感觉累, 就休息一天。 秦男开口说道, 没事, 其他人状态不知道怎么样, 夜商自己是没问题, 但是也担心其他人的情况。 在几人说话的时候, 猴见四人, 还有三十血衣味都到了地坑。 大家觉得还可以吗? 夜商看着一群人问道, 没问题, 所有人都欠身回答, 那行, 我再说一次, 一起进去那就要一起出来。 如果觉得顶不住, 那我们就退回来。 昨天我们斩杀了一头五阶黑暗生物, 今天估计还有这样的战斗, 所以危险比较大, 大家千万小心。 夜商将两个绑着冰胶金的穿天毛别在了腰间。 队长放心, 血衣为所有人都低好了一声, 好, 我先进去看看情况, 你们等着, 一会进, 猴见你们也等着。 夜商开口说道, 提着轮回枪, 夜商进入可空间通道。 刚出空间通道, 夜商发现自己动不了了, 在原来战斗的战场上空, 漂浮着一个头戴着一双弯角的男子。 尊者及黑暗生物, 夜商心理矩阵, 身子全部能量爆发, 欲要挣脱空间束缚。 死, 这时候黑暗生物尊者对着夜商打出了一掌。 砰, 一道凶猛至极的能量打到了夜商的身上, 银色战甲上能量涌动, 震动了两下粉碎掉, 接着夜商身上的衣袍被的粉碎, 只剩下裤子和闪着光芒的冰残软衣。 在关键的时候, 夜商激发了冰残软衣的防御。 即便是这样, 夜商也吐出了一口鲜血, 感受到身上的束缚之力已经消失, 夜商左手一拍地面, 身子翻滚退入了空间通道, 尊者及的黑暗生物太强大, 夜商在他面前跟蝼蚁差不多。 进入空间通道, 夜商不顾自己的伤势, 直接闪身朝着外边冲, 因为他看见那个黑暗尊者朝着空间通道飞了过来。 出了空间通道, 夜商就大喊了一声, 退! 速度退! 尊者及的黑暗生物冲过来了, 雷火手臂一挥能量裹着所有人退出地坑, 同时秦南身上能量流转, 软件也出现在手里。 这时候带着弯脚的男子也出现在了空间通道口。 在他出现的瞬间, 秦南一剑就朝着他和空间通道口斩过去。 秦南这一剑挥出, 剑芒过楚, 带着黑色的空间裂缝。 受到了攻击, 这头带弯脚的中年男子身子凌空朝着天空冲去。 来人, 守着这里, 别让其他黑暗生物出来打乱阵脚, 本座去斩了他。 秦南喊了一声, 随着秦南的话, 一个穿着引甲的男子挡在了空间通道口之前, 这是黑铁卫的一个统领, 空间通道前边的黑色能量被禁锢住, 说明他也是尊者及修炼者。 秦南身子升空和黑暗生物对峙起来, 你不出来, 本座还没办法进去, 你敢出来, 那就去死吧。 秦南身子闪动就朝着黑暗生物尊者冲去。 他死定了, 十三你没事吧, 这时候雷火看向了自己身侧的夜伤, 差一点就有事了, 夜伤擦了一下顺着面具流淌到下巴的鲜血说道, 没事就好, 伤可以痒, 只要命在就行。 看了夜伤一眼, 雷火放心, 刚才见到夜伤吐血翻滚出来, 雷火是真的吓了一跳。 队长你衣服呢? 头键看着夜伤问道, 我战甲都被烘碎, 衣服还能好? 夜伤没好气地说道, 也认为道状? 尾声课道啊。 尾声还没好啥子派道。 本来的黑暗也用点课道说道文字统筹